大家好,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 周一早上的例会才开到一半,我就接到了我妈韩芷梅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哭得声嘶力竭。 软软,你赶紧回来一趟,你弟弟要把家砸了。 我匆匆结束了例会,赶紧回家,还没踏进家门,就听见我弟唐泽嚣张的怒吼声响彻整个楼道。 从老底子到现在,家产都是给儿子的,哪有分给女儿的? 一个老不死的病,糊涂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宁可把财产给外人,都不给我周围的邻居都在探头探脑,就没有一个出来帮忙的。 我快步冲进家里,就看见唐泽正搬着一把椅子,举过头顶,坐是要朝着坐在轮椅上的霸杂过去。 死老头,你把不把家产全给我。 我爸抿着嘴不说话,寒指梅哭着求他依了唐泽,我什么也没说,上前就拽住椅子腿,一脚朝着唐泽的腰窝踹了过去。 椅子到了我的手里,唐泽却惨叫一声,被踹到了墙上啊! 我的肾,我的腰,妈刚才还跪在地上,一脸柔弱的寒指梅立刻跳了起来,非一样地扑过去抱着唐泽。 我的心肝肉,你没事吧? 沈梅被踹坏,你可是唐家的命根子,将来咱们家传宗接代,可就全靠你了。 唐泽瞥了我一眼,突然眼珠子滚了,继续直接躺在了地上,捂着腰子打滚。 妈呀,唐卵把我的腰子踹坏了,他要赔我,让他把所有的家产都赔给我,再给我五十万,否则我就不去医院,让我死了算了,我死了,你们唐家就绝后了。 我没好气地说,你想死就去死吧,你死了,让爸妈再生一个,我给掏钱养。 唐泽一听,立刻豪得更起劲了,没天理了,那家的姐姐不帮衬着弟弟,还想着抢弟弟家产的良心胸不得豪死,要下地狱的我爸早已经不忍直视,捏着拳头,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我早就习惯了唐泽三天两头,为了家产的事情,来家里闹得双手还凶,看着他耍猴戏。 只有韩芷梅一向来重男轻女,最偏心的就是这个他拼死生下来的儿子,看不得唐泽受一丁点委屈,赶紧冲着我吼道,唐卵,你就先答应你弟弟,有什么话等他看了病再说。 我翻了个白眼,把椅子丢到了一边。 咚!一声俱响,椅子直接在地上散成了一堆破木头。 韩芷梅和唐泽同时被吓得正住,瞪大了眼睛望着我,弯腰捡了一根凳子腿,一步一步朝着他们走过去。 韩芷梅不敢说话了,唐泽也不敢嚷嚷了,两个人瞪大了眼睛盯着我。 唐卵,你,你想干什么? 椅子腿在我掌心啪啪拍了几下,我勾了勾唇脚,居高临下俯瞰着唐泽姐姐教训弟弟,你说,我想干什么? 我从小到大都不是个脾气好的人。 我打唐泽是从小打到大的,唐泽很清楚,我不会手软。 他圆睁着眼睛瞪了我手上的椅子腿半天,终于一咕噜爬了起来,跟个肉衫似的窜到了门口,离开之前还跳着脚,在门口指着我叫骂他。 昂软你个泼妇,活该你三十岁了,还嫁不出去,没人要的老女人。 我拎着椅子腿追了出去,他吓得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这回真的被救护车拉走了。 韩纸梅哭着上了救护车,走之前还没忘骂我两句赔钱货。 我可不在意这些,我有房友车,还有个全国排名第一的保镖公司,世界上有这么好的赔钱货的吗? 只可惜韩纸梅从来不知道,我也没跟他讲,怕他薅我羊毛,填补我弟弟。 毕竟这种事从小到大,也不止一两次了,从我捡垃圾卖纸壳的钱,到我高考状元拿到的奖金,无一例外。 我蹲在客厅里,把那对破木头重新装成椅子,我爸就坐在轮椅上看着。 我爸是六年前瘫的,那个时候还在创业初期,唐泽整天就知道在外面花天酒地,整夜不回家。 韩纸梅是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除了哭和偏心,什么都不会。 我白天要雇着公司,中午回一趟家,给我爸做饭换尿不湿。 晚上加完班,还要给他擦身按摩,半年整整瘦了二十四斤,我爸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因而在一年后修改了遗嘱,把原本全部留给唐泽的家产,分给了我一半。 之后五年,不管唐泽怎么闹怎么撒泼,我把他心硬如铁,认准了全家只有我这个女儿是靠得住的。 为了这事,他跟韩纸梅也常常吵架。 韩纸梅这么快回家,我是没想到的。 按照唐泽的性子,好不容易进一趟医院,不把韩纸梅折腾得心力交瘁,然后跑我这里哭诉是不可能的。 他在我这儿基本操作就是一哭二闹三要钱,我不太想理他,站起来就要走。 爸,我上班时间出来的,再不走就要扣钱了。 我爸催促着我快走,韩纸梅却不依不饶地拽着我的胳膊,你等等,我有话跟你说。 我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最多十分钟,另外要钱没有。 韩纸梅的脸色难看了几分,张嘴就教训我,你开口闭口,就是钱掉进钱眼里吗?也不知道,掉进钱眼里的人到底是谁。 他见我不反驳,仿佛有一种踩着我痛脚的爽快,这才心满意足地继续对着我和我爸说,阿泽他这么三天两头来闹,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要不就依了他的意思,把家产都给他算了。 我们也买个清净。 这话说得好听,我倒是不反对,我没意见。 韩纸梅眼底浮现一抹灿烂的喜色,我知道你是最心疼爸妈的,就见我突然拿了笔和纸拍在梁老面前的茶几上,那就写个证明吧。 韩纸梅的声音戛然而止,犹疑不定地盯着我问,你这是干什么? 我挺直了几辆,平静地说,爸妈要是想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唐泽,我没有意见,但是你们要写一个证明,以后你们的养老问题全部交给唐泽爸的护理费,医药费包括后面的良肠手术费用全部由唐泽承担。 我一分钱不出,话还没说完,韩纸梅不可置信地尖叫着打断我,唐阮,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 我和你爸辛辛苦苦,把你养那么大,你现在说不养了就不养了。 你他的脑袋四处乱转,终于从墙角抓过了一把条肘,想要朝着我抽过来。 你这个白眼狼,养你不如养条狗。 我拽过条肘,双手用力握住,屈膝一顶,手腕粗地挑肘,肝子一分为二,断成两截。 对上我锐利的视线,韩纸梅瞬间眉声了。 我随手把条肘扔到一边,冷冷地说,家产给儿子养老看病找女儿,我不答应,就骂我白眼狼。 你们从小到大给我几口饭吃,当年你们为了生二胎不给我上户口,把我丢到舅舅家,让我挨饿受冻,受尽白眼。 我上户口的罚金是我捡垃圾、卖瓶子、卖废纸、一毛一毛喘的,不然我初中都没得念。 我爸大约是想到了早些年对我的不公平,羞愧地低下头,拽了含纸梅一把,冲着我说, 你上班去吧,这件事不用提了。 可含纸梅却一脸理所当然,谁说不要提了。 我生了你了,我十月怀胎,辛辛苦苦把你生下来,这个恩你怎么报? 我冷笑着和他算,现在代孕一个孩子也就二三十万,你这些年从我这里拿了已经不止五十万了,我早就不欠你了。 手表发出嘀嘀的响声,十分钟到了,我留下捂着胸口,一副气得快要窒息的含纸梅扬长而去。 刚下楼,手机上就收到了我爸的一条微信,软软,别听你妈乱说,遗嘱不变,家产一定有你一半,他要是再闹,我就和他离婚。 我看了一眼没回,那天之后,我以为唐泽能消停十天半个月,谁知道他竟然趁着我去外地出差的时间,带着寒纸梅闯进我市中心的家,搬空了我家里所有东西,不单单是家具,保险柜,就连锅碗瓢盆和天花板上的吊灯,他都拆走了。 我气笑了,难为他替我搬家了,反正这套房子我也早就想换了。 但是唐泽这一次的举动让我产生了疑惑,结合上次碰此想额我五十万的事,我怀疑他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 果然,我找人一查,送上来的报告触目惊心。 唐泽在一百二十七个大小平台借了共计四百多万的贷款,就凭他一个月五千块不到的工资,他就是打工到两千四百年都还不起这笔滚利的欠款。 怪不得他那么着急,逼着问我爸提前要遗产,一记不成又窜多。 寒纸梅搬空了我的公寓,过来帮忙的合伙人秦昭问我打算怎么办,我翻了个白眼,谁欠的钱谁自己去还,我就不信那些催债的赶来我们公司闹。 我们公司几百号人,光是退伍的和各种武术冠军就上百个了,除非催债的不要命了。 秦昭无奈地说,我说你的公寓。 我叹了口气,先放着吧。 我一边说,一边给唐泽发了个短信,献他三天内把我的房子复原,否则我就报警了。 没一会儿,唐泽的电话就过来了,我大概知道他不会说什么好话,顺手关了机。 我在抬头时,发现秦昭正定并看着我,目光深暗不明。 我被他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问,你干嘛? 秦昭摸了摸耳垂,避开了我的视线,低着头看着我的斜肩问,你这里都成这样了,不如住我那里吧。 反正我那里地方大,我点了点头答应了。 我和秦昭认识六年,他是我的学长,也是我第一任的投资人。 我们相互扶持着走过那么多年,终于把保镖公司做到了全国第一的位置。 但是秦昭这人看似温柔,实际上是非常有解体的人,不管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 比如说他不允许别人去他家,这还是我手下一个员工告诉我的,之后我也从来没有提过相关的要求。 因此,在跟着秦昭第一次走进他位于市中心四百平的大平层时,我就知道我草率了。 我没忍住,拎着秦昭的耳朵指着他空旷的大平层中央孤零零的那张床。 这就是你说的,你家很大。 的确很大,四百平,只是秦昭把所有的房间都打通成了一个房间,秦昭被我拎着耳朵也不生气,只笑嘻嘻地说, 你睡床,我睡沙发,反正就住没几天,公司边上的酒店最少一千多亿碗,省点钱,吃点好的。 我被秦昭说服了,从小苦过的孩子总是舍不得太奢侈。 第二天上班,我坐着秦昭的车,但为了不让公司的员工看到,猜测我们的关系,我还是先下了车,并且让他十五分钟之后再出现。 刚到了公司楼下,两个女人突然冲了上来,拦住了我。 糖卵开口的那个年轻女人带着肚子,是我的弟媳王源,她拽着寒纸眉,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一副恨不得吃了我的样子。 我就不明白了,搬空我家的明明是她老公,她还恨上我了,有事吗? 我问,王源指着我恶狠狠地骂道, 糖卵,你抢了你弟弟的家产,现在还要诬陷她坐牢,你要不要脸? 我冷笑着反问,诬陷。 偷偷进了我家,搬空我的公寓,我诬陷她了。 王源一脸理所当然,姐姐挣来的都是给弟弟的,阿泽去拿自己的东西,怎么叫偷? 你这个姐姐怎么当得小气成这样? 呸,白眼狼。 我无所谓地笑了一声。 这话唐泽被判刑的时候,你找法官说去吧,看人家听不听你王源把泼妇的姿态演了个十足时,挺着肚子就要冲上来撕我。 你敢诅咒你弟弟,看我不撕烂你的破嘴,我会怕一个孕妇。 可想到的是秦昭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他那张英俊至极的脸上被王源的指甲抓破了几道口子。 我不知怎么,心里费力突然烧了起来,冲上去拽着王源的头发,啪啪给了他两个耳光。 你的鸡爪子,往哪扒了? 这么帅的,连你也敢下手,破向了你赔得起吗? 王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被打得哇哇直叫,救命啊! 妈,快救我呀! 韩纸梅可盼着王源肚子里的儿子,立刻就冲上来和我撕打滚开,你这个赔钱货,我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杂种,连自己的弟媳都不放过。 秦昭立刻把我往后拽,免得我被封了一样的韩纸梅伤着。 韩纸梅则被赶来的保安拦住。 秦昭看了眼周围围满的人,低声对我说,先走吧,这里还有别的公司的人,闹大了不好,他牵着我的手,就要带我回去。 韩纸梅却突然挣脱了,按着他的保安,扑通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咚咚咚用力朝着地上猛磕了几个头。 他高声哭着,软软,我求求你,放过你弟弟吧,我求你了,你妈给你磕头了。 那一声,你妈给你磕头了,响彻整个大厅,仿佛一根根地刺扎进我的心底里。 说不难过是假的,有些感情压在心底,嘴上不说,平时不去想,可到了这种时候,也不可能不痛的。 周围的人都是议论纷纷,他们或眼神鄙夷,或指着我窃窃私语,还有的拿出手机拍视频,想也知道,大概都以为我是个让亲妈下跪的不孝女。 秦昭在一旁看得直皱眉,一边把我往人群外面带,一边低声对我说,你先进去这里,我来解决。 你千万不要冲动,他也清楚,即便是我一个能打十个,遇上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也很难解决。 可我拒绝了他的好意,秦昭还想劝我,我只是笑了笑,看着地上还在帮帮磕头的寒指眉说,学长,对待这种不要脸的疯子,你只能比他更加不要脸,更加疯,这种事不适合你这样的老实人做。 我扯着秦昭的领带,凑近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秦昭点点头,那你自己小心,走之前,他还是不放心地让员工护着我。 之后的半个小时,寒指眉闹得更凶了,他把头磕破了之后就再也不磕了,就那么一连血地跪在那里,又哭又叫,细数着自己对我有多好。 从我刚出生的时候,给我喂奶开始,一直讲到上个礼拜,给我煮了个鸡蛋当做饭。 大厦的管理员满头汗地赶来,客客气气地请我想办法把寒指眉弄走,再闹下去对您公司不好,我们也很难做。 我笑着说,他们俩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员工,你可以让保安把他们赶出去。 管理员看了看满头是写的寒指眉,再看看一旁挺着大肚子叫骂的王源,抹了把汗,继续求我,我只是冷眼看着,表示我也没办法。 直到秦昭推着我爸的轮椅出现,我爸一出现,我妈就傻了,伸手指着我就骂。 唐软,你爸都瘫了,你还要把他弄到这里来,你的心到底有多狠呢? 我没理他,直接对着我爸说,把我妈弄回去,否则我要是被老板开了,我就只能在家啃老了。 我爸立刻拽住了寒指眉的胳膊,一只手扯着他,一只手操纵轮椅。 臭老太婆,跟我回去,你还嫌自己不够丢人现眼吗? 寒指眉用力甩开了我爸的手,红着眼睛瞪着他质问,姓唐的,你就真的不管你儿子了吗? 女儿有什么用? 女儿再好,早晚也是要嫁出去的。 她现在是对你不错,可以后等她成家立业生了孩子了,她哪里有空管你,到时候还不是要靠儿子王源再接再厉,挺着肚子走到我爸面前。 爸,我这次回乡下找人看了,我这一胎是个男孩,我爸的眼里像是闪过了一束光,他虽然不说话,可心里大概也在动摇。 我提醒他一句,爸,我弟王赌欠了多少钱吗? 四百万赌狗的坑,可是多少钱都填不满的。 寒指眉和王源的脸色双双一变,寒指眉几乎是嘶吼着朝我冲过来。 唐阮,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敢这么造谣你弟弟,我和你拼了。 秦昭赶紧拦在我的跟前。 他是见识过寒指眉的战斗力的,这一次却仍旧选择了维护我。 别动他。 果然,秦昭一推,寒指眉就倒在了地上,他哀忧叫唤着说自己手脚断了,是我和秦昭推的。 秦昭愣住,他这样的大少爷,显然是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泼皮无赖。 第一反应就是要报警。 我阻止了秦昭,反而对着我爸问道,爸,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吗? 他这么给你丢脸,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我爸看了一眼周围的无数双盯着他的眼睛,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最要面子了,怎么能忍? 果然,他扯了一把寒指眉,冲着他怒吼道,寒指眉,你给我起来,再闹我们离婚。 寒指眉这人脾气急,最会的就是撒泼,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同意。 果然,他插着腰从地上跳起来,指着我爸的鼻子尖叫,离就离,我忍你这个老灯很久了,早不想过了,我不忘在边上加把柴,边上就是民政局,是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家庭,留着不如差了,至少还能清静不少。 寒指眉怒气冲冲,我爸也憋着一把火,两人就这么去了民政局。 我赶紧找公司的律师给两人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和赡养方案,给坐在民政局里排队的两人送了过去。 我到的时候,消失了好几天的唐泽也来了,应该是王远把人叫过来的。 夫妻俩躲在角落里,不知道商量什么坏主意呢。 过了一会儿,唐泽才趾高气扬地朝着我走来,冲着我嚷嚷说我妈和我爸离婚,离婚后财产一人一半,我管我妈,你管你爸,没问题吧? 我点头,让他把赡养协议签了,顺便一起公正。 韩纸梅顺利和我爸离了婚,两人把婚后财产一份,王纸梅竟到手一套房一辆车,还有十来万的现金,总共够唐泽还债了。 还有剩的,韩纸梅当即就把这些东西都塞给了唐泽。 唐泽喜地一把抱住了韩纸梅,亲了他一口。 妈,您可真是我的亲妈,还是您对我好,我保证给您养老,给您生一个大胖子。 小子,韩纸梅高兴地跟个什么似的,我却推着我爸走了,我爸并没有把剩下的一半家产给我,而是捏在自己的手里,说是要等着将来过世前再给我。 不跟他计较这些,我只是在想,唐泽的目标绝对不会只是韩纸梅手中的那一半家产就够了的。 他能同意他爹妈离婚,只不过是为了先哄着他妈手里的,然后再想办法弄老头的。 我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把我爸送回家后,当即就去了派出所报案。 唐泽被抓进去了,因为视频证据,加上我保留了当时的装修清单,所有的票据一应俱全,损失自然也能算得出来。 唐泽进去之后,至少要判个七八年。 望晚景做完笔录,我直接关机,带着我爸国外做手术去了。 这一去就是大半年,等再回来的时候,我竟然在家里又见到了唐泽,他一百八十斤的体重,瘦了不少,脸上也满是瘀青,一见我就咬牙切齿地冲上来。 唐卵,你这个臭婊子,你害得妈都去坐牢了,你还敢回来? 他仰起菩萨大的手,就要朝着我脸上扇过来,我退后几步避开,同时也眼尖地看到了他少了根小拇指。 果然一日是毒狗,一辈子都是毒狗。 我提醒他妈,是替你去坐牢的,不是我。 唐泽却跳了起来,更加理所当然地反驳我,如果不是你报警,我妈怎么会去认罪,又怎么会被判了八年? 妈的,害得老子也被关了六个月。 当时的视频是有很多人,除了韩芷梅和唐泽,还有几个工人,大概最后是韩芷梅担了主要责任,其余人虽然也判了刑,但是都不重。 不过算算日子,唐泽这事刚出来没几个月就堵得输了一根手指。 我算是猜到了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了。 和我想的一样,唐泽没跟我继续掰着韩芷梅的事,上来就直截了当地质问我,我爸呢? 你把他藏哪里去了? 我告诉他,我带我爸去德国做了个手术,他现在还在德国休养。 唐泽听了,瞬间就跳了起来,德国。 唐泽,你骗鬼呢?老唐的家产还没到你手里吧?你就是个一月三千五百的小职员,你有钱给他去德国做手术。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唐泽这种人永远把钱放在亲情的前面,不信就算了,从我家滚出去。 唐泽面目猙獰地反驳我,你家这是我爸的房子,我爸的遗产最少也有我的一半。 狗屁,你的房子该滚也是你滚,老子被你害的房子没了,老婆带着儿子跑了,你还敢跟老子横,我冷横,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会把责任推给别人。 房子是你自己赌没的,老婆孩子也是被你赌没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当初赡养责任书上有遗产分配条款,邓大你的狗眼回去看清楚了,你的家产早就给你了,属于我的,我就是全部捐给国家,也不会给你一个子。 唐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一下,躺平在了沙发上,赖着不走。 反正,老子现在没地方住了,老子就要住这儿,你有本事弄死我算了。 我在餐桌前坐下来,给底下的员工小夏发了个短信,让他带人过来帮个忙。 大概就十来分钟半,开着的门就被人推开了,带着人进来的却是秦昭,他带着十几个公司的员工进来了。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战绩卓绝的金牌保镖,平均身高一米九。 挤进这个小房子,屋子里瞬间光线都暗了不少。 不过,其中还是要数秦昭的那张脸最勾人。 大半年不,不见,他变得更加刚毅好看了。 你怎么来了? 秦昭笑。 怎么回来了? 不告诉我,现在家里有事,也不让我知道了。 我还没说话,在沙发上葛优,躺得堂泽就不淡定了。 他咔一下坐起来,抱着枕头冲着秦昭一群人嚷嚷。 我警告你们,打人犯法的,我报警,你们信不信让你们都去坐牢。 如果他没有说完就色力内忍地缩进沙发里的话,我还真的就信了。 秦昭转头低声对我说,回头给你换个新沙发,然后吩咐抬出去。 手底下的十几个保镖上前,连人带沙发,直接给抬了起来,扛在肩膀上。 唐泽就这么盘腿坐在沙发上,脑袋时不时地还碰到天花板,只能缩着脖子低头看着下面快有两米高的地面。 他从小就恐高,可不敢跳,只能大喊大叫,趴在沙发上,系得团团转,放我下来。 你们放我下来,我不走。 不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等我爸回来。 我冷眼看着他消失,声音又从楼道里传上来,糖卵家产都是我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一个子都别想要,这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秦昭突然牵住我的手,别听这种傻逼狗叫,我陪你去买个新沙发,你爸也快回来了。 秦昭的掌心很暖,像是有个小太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人。 我笑了。 好,我休完假回公司安排工作,这一周忙得团团转,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给我爸打电话询问德国的状况,其余时间都挂在工作上。 突然有一天晚上,我和秦昭刚应付完客户,秦昭笑着问我,我家近,要不今天住我那里? 还是老规矩,你睡床,我睡沙发。 我带了点醉意,正考虑着要不要和秦昭顺水推舟,把事情坐实了。 反正他有这个心思。 我也有这个想法,都是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了,搞点黄色怎么了? 就在我想欲据还迎,顺水推舟,干柴烈火,生米熟饭的时候,手机响了。 我把一根手指按在秦昭的唇扮上。 等我两分钟,可刚接起电话,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德国医院那边焦急的声音。 唐小姐,不好了,您的父亲带着护工偷偷回国了。 我握紧了手机,努力让狂跳的心平复下来,脑子里却一团乱麻,就像是一颗原子弹爆炸,升起蘑菇云之后只有一片废墟。 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偷偷回国了。 你们逗我呢? 他一个六十多的瘫痪老头,在语言不通的国外,他能自己回国,德国医院那边也非常无奈。 您父亲找了当地一个华人中介,是那个华人中介冒充您父亲的侄子把人带走的。 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唐泽,韩芷梅手里的家产全给唐泽还了赌债。 除此之外,他还把当时结婚时候爹妈给他买的那套房子也输掉了,现在怕是又欠了不少,不然也不会这急忙慌开始打这边的主意。 我挂了电话,冲着秦昭说,你先回去吧,我要去处理点事。 秦昭却是一把拽住我,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通知航空公司的朋友替我查了你爸的信息,他的飞机现在还在天上,德国到这里至少十几个小时,你现在去机场守着也没用。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点头。 谁会想到,一觉醒来,天翻地覆。 我爸坐的那架飞机在今天凌晨四比四十七在太平洋上坠毁。 就算有幸存者,也都在太平洋里了。 更何况,他一个还没有完全从手术里恢复过来的六十多岁老头。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挣扎着想站起来,却都没能站起来。 秦昭蹲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有些手足无措。 软软,你想哭就哭出来吧。 我低头看着他,突然却扯出了一个无力的笑容,伸手摸了摸秦昭的脸,摸到的却是自己掉下的眼泪。 秦昭,我哽咽着,我爸是因为唐泽死的,我没有爸爸了。 我的难过是真的,但是我的恨也是真的,我恨唐泽,也恨我爸。 我对秦昭说,秦昭,其实我知道,我爸就是想骗我给他养老,他临死前还是会把所有的家产都留给唐泽的。 这家人的根坏了那会儿,因为我对他好,他就真的把家产留给我,不留给唐泽。 只是这一点,我爸藏得太深,以至于寒指梅不知道,唐泽也不知道,他怕我看出来,然后就不管他了。 他也知道唐泽没办法给他养老,只有我能。 他装得太好了,以为自己还能活很久,所以他现有的遗嘱上面写的是把家产全部留给我。 我笑了起来,眼泪却更加凶狠地砸下来。 秦昭,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打算好了,就算是我爸没有因为这次飞机失事,我也打算一层一层拔下他的话题,然后让唐泽亲手弄死他。 我就是个坏女人啊。 秦昭没有说话,他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喜欢的,是我十几年如一日地照顾我爸,为他付出不去计较。 小时候,他重男轻女对我的忽视和伤害,他觉得我是个善良的,可是我从来就不是,我要他一半的家产,还要他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上,现在也勉强算吧。 我爸的葬礼是我置办的,唐泽没有来,他去找航空公司赔偿去了,发誓要坑个几百万回来。 我在抖音上还天天能够看见他哭得气不成声的那张脸,和一群人一起拉着横幅又哭又闹。 我没管,只是把几件衣服归拢一下,埋在老家的山上,再立个坟包。 家里的亲戚听说我连白事都不办,纷纷指责我不孝顺,甚至还有几个七大姑八大姨到我面前说我爸遗产的事情。 唐泽毕竟是你家的独生子,你妈进去了,你爸没了,将来你只能靠你弟弟了,不然你还能靠谁呢? 你毕竟是姐姐,当姐姐的怎么能霸占着家产,不给弟弟? 你这也太没有良心了,你这样在我们村是要嫁不出去的。 谁敢娶你这样冷心冷肺的,这些话听听就过去了,反正我也不打算回来了。 给我爸买完衣冠种的当天下午我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王源却拦了我的车,他扒着车窗,语重心肠对我说, 唐软,你弟弟就是个畜生,猪狗不如,你千万不能把家产给他,他就个皮修,有多少钱吃多少,从来不会往外吐,只会不停地欠我。 冷眼看着生完孩子后老了十几岁的王源,他水桶一样粗的腰和因为水肿而撑起的皮肤,都证明了他产后没有得到多少照顾,不管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都过得不太好。 我应了一声,我知道。 说完就要让司机开车,王源赶紧爱了一声,着急忙慌地直入主题。 我有个弟弟,正好比你小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他不介意你年纪大,只要你别要彩礼,再把你的家产当陪嫁带过来。 哎哎,你别走啊。 车子如离了闲的剑一般飞出去,而后王源的声音渐渐模糊了。 他在骂我,骂我精明似鬼,是个没人要的老女人,一辈子都嫁不出去,活该将来孤独终老。 显然,他的话还要更难听很多,可他也只能骂几句,然后继续。 他悲惨地作为猖鬼,却又甘之如頤的人生。 几个月后,航空公司把我爸的赔偿金打到了我的卡里,因为他刷我的卡买的机票。 果然第二天唐泽就跑来找我来了,我没见他,他就赖在保镖公司门口不肯走。 可第二天唐泽没来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后来还是小夏突然告诉我,秦哥好猛啊,他不知道对那个唐泽做了什么,那个唐泽一见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再也不敢来了。 我有些诧异,毕竟我已经和秦昭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 他最近也不知道干嘛去了,反正自从那天之后,我再也没看见过唐泽,最近大概是被寨主逼得走投无路了。 他竟然把我告上了法庭,要跟我评分我爸的遗产和赔偿金,还有我的公司。 前两条我可以理解,但是后一条我没太看懂,我的公司和他有什么关系。 公司的律师告诉我,唐泽提出我开公司的钱是我爸给的,所以公司的股份也属于我爸遗产的一部分,他理应要分走一半。 他发什么梦? 且不说开公司的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打工证的。 再者,就算是我爸给的,也算赠予公司的股权结构书上签的是我唐卵的大名。 我看着资料突然问律师,我觉得这场官司唐泽完全没有赢的可能性。 我如果不用,你是不是能省一笔打官司的钱? 律师知道我开玩笑的,但也还是笑着对我说,你放心,打官司的费用秦昭批了走公司账,毕竟唐泽想要公司的股份,这也算公事。 秦昭是大股东,我就是个小股东,他定的是我没意见。 官司开庭,难得秦昭也在,这人躲了我这么久,结果这种时候又突然出现,还郑重其事地坐在第一排,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初审了一会儿的功夫,唐泽的律师已经提交了几项关于唐泽和他父亲的聊天记录。 记录上是上飞机的前几个小时,我爸终于对唐泽说了真话,他一直以来都是骗着我给他养老,将来他所有的遗产都是要给唐泽的。 我虽然知道,早就知道我爸的想法,可第一次看见这些记录,仍旧觉得胸口闷痛得难受。 唐远方先生承认,他的所有遗产都是属于唐泽先生的。 这些聊天记录可以说明,且聊天记录的时间就在唐远方先生过世的几个小时前,比唐阮小姐手中的遗嘱公正书要晚。 所以我请求以我手中的这份口头遗嘱为准,请法院宣判。 唐远方所有的遗产,包括唐远方先生交给唐阮小姐赞管的公司股份,都应该由唐泽先生继承。 我的律师轻笑了一声,反问唐泽的律师。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微信上哄儿子的话,毕竟前面唐泽先生哭着对唐远方先生说自己快要活不下去了。 这种时候,哪怕是陌生人,也要出于道德而哄几句,更何况是自己养大的儿子。 其实他唐远方先生自始至终对外都是宣称要把遗产交给我方当事人,不论是家乡的亲戚还是邻里邻居,甚至在唐远方先生自己注册的抖音上发布的也都是他宣称他是众女青男的好父亲,将来家产都要交给女儿的。 律师提交了一条抖音证据,是我爸在飞机起飞之前发的,时间要比唐泽的晚,他说我手里的所有财产都要给我女儿的,我们家就是这么众女青男,这条抖音收获了大概上百万的流量。 虽然我知道我爸是为了钱财这么说的,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的。 这句话作为视频遗嘱证据完全保留了下来。 唐泽的这场官司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发现遗产和公司都注定拿不到之后,律师改变了战略,想要帮唐泽分一半的赔偿金。 终于,我拿出了那个我埋在心底十几年的秘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一份DNA鉴定。 唐泽不是我爸亲生的,提交DNA鉴定的那一秒,唐泽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过来就想要弄死我,这不是真的。 唐软,你这个贱人,你不得好死。 之后的话实在是太难听,唐泽被法警扣了下来,就连最后的判决都是律师帮他听的。 唐泽一分钱没有分到,还要承担我方的律师费,大概也就十几万。 唐泽自然是拿不出来的,他也不可能给。 然后唐泽就被列入了失信名单。 那种在各个网贷平台贷款,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他再也没办法做了。 不过,那已经是后事了。 我听完宣判,刚刚走出法院,秦昭就追了上来。 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我想了想,还是点点头。 这么多年,感情再做个朋友,总是可以的。 更何况我们俩的关系还有一层大小股东的关系。 都在一个公司里,我又没有退股的打算,不可能永远这样躲着对方。 可我没想到的是,晚饭的时候,秦昭竟然会求婚,看着他单膝跪地,拿出戒指的瞬间,我有些懵圈。 你这是什么意思? 秦昭抬起头,一脸认真地看着我说:"唐卵,你让我好好想清楚。 我已经清楚了,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喜欢你,我只是喜欢你。 而且这件事,我也不觉得你做错了。 说实话,秦昭的话并没有给我多大的触动。 我总觉得,男人在想要一个女人的时候,是什么话都能说出来的。 可你爹妈同意吗?你全家的亲戚同意吗? 秦昭,我知道你家是挺好的,可能比我猜得还要好,但是我不想再受委屈了。 秦昭立刻说:"我已经把他们全部搞定了。 我一愣,就听见秦昭继续对我说:"我这段时间不是故意躲着你。 我去搞定我家里所有人了,我还让他们签了保证书,还有视频为证,你要的话我全部给你。 我知道你喜欢比较实际的,所以我让律师去修改了股权公司。 我们两个一人一半,明天他应该就会找你签字了。 还有我家里的公司,我也有股权的。 我知道这个算婚前财产,但是我婚前给你一半,那也是你的婚前财产了。 我所有东西都给你一半,我爸妈的爱也可以。 他想了想又说:"嗯,你小时候苦,要不还是全给你吧。 他还跪着,我却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可以抵挡住所有的甜言蜜语,因为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我爸不知道对我说了多少了,但是如果是实际行动呢?" 秦昭说了半天,眼巴巴地看着我,像一只实力强大,却又小心翼翼的狗狗。 《软软,你愿意分走我的一半吗?》 我扑过去紧紧抱住了它,因为力气太大,直接把它扑倒在了地上。 一年之后,我再次听到有关于唐泽的消息。 是在我和秦昭结婚之前,小夏告诉我,唐泽其实自从官司打输了,又被列为老赖,走投无路,几次来找我过,都被秦昭挡回去了。 秦昭怕影响我心情就没让说,后面唐泽就不来了。 前段时间,小夏从一个和唐泽是前同事的朋友那里,听说唐泽不知道被谁窜夺,要去缅北淘金,然后谁都没有他的消息了,至今已经大半年了。 我听了只是笑笑,说我刚拿到清北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正好秦昭要在帝都开个分公司,我可能要去两年。 小夏有些不解,三十岁的已婚清北研究生唐姐,你都那么有钱了,干嘛还要吃这个苦啊? 小夏没有恶意,他只是不懂考上清北的研究生,那是我的梦想。 曾经他唾手可得,却因为父母的一句话,生生被斩断了。 如今,我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再次续上这条路,我想走下去,一路坦途光明,再无阴霾。 至于唐泽,每个人都应该为他的选择和贪婪付出代价。 我现在已经有了爱我的家人,此生携手白头。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真千金认祖归宗以后,我这个豪门贾千金自觉拖着行李箱回到了乡下的土屋。 本以为面对的是一家子老若病残和羊圈里的几只羊,结果大哥绿正,大老,二哥一介新贵,三哥狂拽孝霸等等,那座山头上的羊和山,都是我家的。 我是甲千金,如甲包换的甲。 其实早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提醒过不偿心的顾家老爷子。 我跟他长得并不像,但顾老爷子只觉得是基因没有遗传好,他压根没往抱错了下。 我看着眼前低头啜气的甲千金,一脸为难的顾老爷子,还有神情复杂的顾小爷子,盘算着回到傅家的生活。 欣欣,你就先在家里住下,有什么需要,就跟张仪说。 顾老爷子三言两语,安排好甲千金的去处,目光又转向我。 我点头,晓得这就打包滚蛋,不是这个意思。 顾老爷子皱眉叹一口气,你们家条件我了解过了,上面三个哥哥家里条件又不好,回去肯定受罪,微微,你不如就留下来跟不用。 我摇头微笑,我回家。 说白了,我跟顾老爷子没什么太深的感情,早年丧母,这位又天天公私有事不回家。 至于弟弟顾慈安,我看向他,但他的视线落向别处,不知道在想什么。 怂怂间,我们刚打过一架,估计他还生气着,这样走了,倒没什么牵挂。 顾老爷子深深看我一眼,决定了。 我不假思索地点头,我叫顾薇,不对,现在应该叫傅薇,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讲真,仗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但我十字,168路一来,我就马不停蹄地拎着行李箱上了车。 刷卡投币都行,司机看我半天没动静,好心地提醒一句,我点头,翻着钱包,半赏。 我抬头,不好意思,能刷银行卡吗? 车厢里陷入了诡异的安静,多双视线投过来,司机也是很诧异地看我一眼。 好吧,我懂了,傻逼问题。 掏出一张红色毛爷爷,打算塞进头臂箱。 突然,一双骨节分明的手在我前面丢了两个硬币进去。 清脆的碰撞声,我一正,抬头看过去,干净清爽的T恤,流畅的肌肉线条。 我草,是个帅哥。 对面的视线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最后轻吃一声,帮你付了钱,自己收着。 我眨眨眼,对面没理我,插着裤口袋悠哉悠哉地往车厢后部走去。 我拖着行李箱,跌跌撞撞地跟上那个谢谢你,不用还不加微信。 白色的背影摆了白手,坐在了最里面的一个位子。 还是个拽不拉几的帅哥。 没意思,我就近挑了座位坐下,开始给刚家上的大哥发消息。 京城市中心豪华,南郊有一大块高尔夫球场,西郊市依山傍水的别墅区,东郊环绕着一大片开发的景区,但一到北郊区就变得荒芜,政府没有在这边建商圈,开发商也懒得往这边跑。 我拖塞看着越来越颠簸的路,以及道路两边越来越多的树木,有些感慨。 寸土寸金的京城,居然还有这么原生态的地方,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过上院里种花除草的退休生活了。 百烂万岁 终点站还不下车,声音从后方传来,是刚刚拽拽的帅哥,我愣了一下,拖着行李箱跟了下去。 跟着我,帅哥双臂还胸,眉宇间有些不耐,没跟你我回家,他又是轻吃一生,这地儿这么偏僻,你一个穿着名牌的千金大小街过来体验生活。 我辩解,不是体验生活,是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是微微吗? 不远处一道好听的声音,我寻声望去,两个身影,一个西装革履,一个衬衫西裤,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黑色西装,戴着金丝矿眼镜,唇边含笑的应该是律师大哥富律,白色衬衫,袖口扣得一丝不苟,气质清冷的, 应该是一生二哥,富艳都是绝顶的帅哥,富家的基因真低? 好,微微弯眸,我仰起嘴角,出来乍道,必须嘴甜,嗓音甜甜,大哥二哥大哥二哥,我一愣,怎么还有回声? 转头与身旁的视线对上,哎,这难不成是我那龙凤胎三哥? 呵,呵,是你 富羽醋眉,又打量了我一遍,冷笑一声,晦气 我 富羽说完,便转身往富律的方向走去 或,我就知道认祖归宗不会这么容易,默默拉着行李箱不远不近地跟着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样才能放心摆烂三地 富律依旧是唇边含笑,镜片下的视线不咸不淡地落在富羽身上 让妹妹一个人拉行李 香,你觉得合适吗? 富燕在旁边凉凉淡淡地扫了富羽一眼 不语 空气安静一瞬,富羽身体顿了顿 然后,骂骂咧咧地转过身,走到我面前 恶狠狠地来了一句 给我 那个表情,嗯,像打劫,有些受宠若惊 我看向富律,他勾着唇冲我点点头 嗓音温润 妹妹,欢迎回家 旁边的富燕也对着我微微点了下头 眼神暖了些 我也跟着笑 嗓音甜甜 谢谢大哥 谢谢二哥 行李箱是我帮你拿的 身旁一声咬牙切齿 我点头,继续乖巧地笑 谢谢三哥 富羽冷哼一声 不搭理我 拎着行李箱的提手 开始往肩上扛 我一正 欲言又指 三哥 这个很重的 呵,小姑娘的东西 富羽,怎么可能下一秒富羽 被我的行李箱来了一个过肩衰 飘飘亮亮地砸在地上 我轻轻抿唇 看他呲牙咧嘴的表情 我弱弱开口 都说了很重复 与哪怕摔了个狗吃 但还是迅速地不服气地爬了起来 看向我的眼神 依旧恶狠狠 你有病 包里装得砖头旧 小姑娘的东西富羽 其实搬不动可以滚的 我沉默一秒 看着他表情失控 又补上一句 我指的是轮子 身后一声轻笑 富律拍拍我的脑袋 温声道 不用搭理他 爸妈还在家里等着 乖巧点头 我屁颠屁颠跟在后面 谁说穷人家的哥哥 我这个圆圆肉肉的脸蛋 怕不会又被抱错了吧 我的宝贝女儿 一个大黑影 嗖的一下窜到我面前 开始鬼哭狼嚎 盯着眼前跟我如出一辙的大脸盘子 我又一次沉默 好了 实锤 我就是富家人 老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把我从上看到下 确保无恙 继续抽抽搭搭 宝贝女儿 这些年你受苦了 是爸爸当初把你抱错了 无 我轻壳了声 我安慰到 倒也不算受苦 富于冷不丁轻吃一生 当然不算受苦了 顾家把他养得金贵 怕是万不得已 他才肯回来的 老爹一呆 看向我 宝贝女儿真的不想回来 顺带着老妈的眼神 也忧虑地落在我身上 我瞪了富于一眼 这祸和我龙凤胎 简直就是我认祖归宗的绊脚石梅 我摇摇头 如实回答 拿好 肯定都没有加好 老爹又一次剃类交加 然后被老妈拉去厨房炒菜 我和面前的大哥二哥三哥 面面相去 行了 在我们面前 你也不用装富于终于出生 懒散地靠在椅背上看我 之前欣欣说你不愿意回来 还赶她走 怎么着 顾家不要你才舍得回来 富于 富艳微微醋眉 清淡的嗓音里 透着一丝不悦 富于依旧不爽 皱眉看我 眼里尽是厌恶 这就是事实 这个顾薇就是装乖的 大哥二哥 你们看不出来吗 三哥 我出声提醒 我叫富薇 呵 你别以为你富与富律 视线扫过来 镜片反光 脸去笑意 不爽 你可以滚蛋 空气舒耳安静 富裕彻底尾了 我眨眨眼 看向富律 懂了 这是大腿 甜甜一笑 谢谢大哥 不客气 我们是一家人 富律的大掌落在我的脑袋上 不轻不重地揉了下 镜片底下的毛子透出暖意 微微 快开学了 富艳沉吟道 我一愣 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 按理来说 我马上应该是大意开学 但顾家当时给我安排的是斯利贵族大学 能进维尔斯大学的非富即贵 都是为了培养家族接班人送进去的 我现在这个假千金 别说进去的资格了 怕是连学费都负担不起 怎么了? 富艳的过来一杯水 但粉色的指甲边缘 修得很干净 我轻轻抿了一口 斟酌着开口 大哥二哥 要不过两天陪我去掉一下学籍 为什么掉学籍? 富律推了下眼镜框 唯大也还行 富律和富艳的眼神 同时散发着不解 向我看来 我这不是行不行的问题 我一时语色 不知道用什么词句 才能体面地说出来 咱们家很穷 没钱上学的这个逻辑 如果不想从商的话 威尔斯大学还有其他专业 可以转学院赴宴 在一旁提出事实性建议 我思虑半赏 我终于开口 其实现在我和你们一样 是小镇做题家 富律和富艳一同沉默 而且威尔斯学费很贵 暗示到这里 富律大概是听懂了 又扬起他标准的弧度微笑 富于也在 威尔斯 我不禁转头看向富于 他依旧是不屑地瞥我一眼 富额 我痛心 这个败家玩意儿 看来我不能放心摆落了 还是得在富家稿前才行 富艳拍拍我的肩 宽慰 没事 卖十来只羊 就够学费了 我的眉毛陡然拧成麻花 羊圈里只有十来只羊 倒不至于为了上大学 而倾家荡产 富律轻笑出声 嘴角羊的弧度更甚 那是中羊 不卖的 我有些茫然 眨眨眼 还是没懂他们的逻辑 富律无奈 把我拉到窗边 指着对面 看到那几个山头了吗 嗯 我们家的 我看到山腰的白点了吗 嗯 都是羊 我们家的 我 一连几天 我一直处在蒙圈中 我一时间分不清是开了大公司的故事有钱 还是承包了几座山 有几万只羊的 富家更有钱 我这到底是真千金 还是假千金 开学第一天 富律和富艳刚 把我送出房子 就被我拦下 毕竟我从顾家离开这件事情 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 若是在牵扯他们 怕是对律师和医生的工作不太好 给你卡上赚了点零花钱 有需要就开口 富律把行李箱递到我手中 我看着银行卡上到账的七位数 默默点头 学校里面有困难找富宇 他不乐意 你可以告状 富艳补充 我乖巧地继续点头 那我们就不送了 富律唇边挂着浅笑 金贵斯文 才回富家没多久 有点舍不得这么温柔帅气的大哥和二哥 我站在原地 闽唇眨眨眼 头顶舒尔一声轻笑 我抬头 二哥富艳 他难得的微微弯眸 捏捏我的脸 周末接你回家 嗯 维尔斯虽然是贵族学院 但宿舍是四人寝 只是宽敞和装修好些 要不怎么说缘分呢 我盯着同宿舍对床的人看了一眼 浅浅一笑 顾欣 好巧 真假千金 同宿舍 这是什么影视级别的修罗场 顾欣依旧是那副有些怯懦胆小的样子 看了我一眼 又飞快地低下头去 低声打了招呼 人畜无害 顾欣 不对 现在应该叫你复欣 隔壁床的人走过来 趾高气昂地看了我一眼 讥笑一声 来威尔斯商学院毕业之后 继承你家那石头羊吗? 说来这位 还是我在贵族高中的小跟班前暖暖 前家依附顾家 他没少 从我这捞好处 现在却来上赶着落井下石 可笑 既成石头羊 我良谋怕是顾欣管不住嘴 暖暖 你别这么说 顾欣上前扯了扯钱暖暖的袖子 眉眼微低 微微现在已经很苦了 是我对不住微微 摆摆手 别叫我微微 我幸福 突然有些想笑 我略微同情地看了顾欣一眼 附加教育 信奉一个原则 穷养孩子 父当爹 所以 父家几位在成年之前 都是过苦日子来的 也都像顾欣这样 以为家住村里养食头羊 眼前就是好日子了 结果顾欣不择手段地回顾家 竟是连父家的一点好处都没沾到时 惨悠悠叹一口气 我开始扑床 钱暖暖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又是一声不屑地笑 衣服穿的都是地摊货 也不嫌丢人 视线不由自主落在自己衣柜面前 陷入了沉思 虽然没有logo 但这所有的衣服是老爹请的高级服装工作室私人定制的 料子都用的针丝和羊绒 版型超正 穿在身上比顾家之前准备的还要舒适 这是第一天 不想跟他争论 我继续收拾自己的东西 暖暖 你别这样 顾欣 急忙阻拦钱 暖暖为难地看我一眼 威威 我的衣服你可以穿的 我淡淡道 不用啊 欣欣 你不用管他钱 暖暖轻蔑地转回头 人家那是愧疚自己 占了你这么多年的位子 吵死了 一道轻力的声音在门口响起 紧接着是哒哒哒的高跟鞋声 赵墨 赵氏集团千金 比故事还牛批那么一些 果不其然 他这一句抱怨 整个宿舍安静如鸡 我慢条丝里地往衣柜里挂衣服 与我无瓜 威尔斯的开学晚宴在六点举行 已经是五点半了 我盯着一衣柜的长服发呆 老爹怎么就没想起来 给我定制两件礼服泥 要不晚宴就不去了 宿舍门被打开 哒哒哒几声 高跟鞋路过我的时候 停了下来 还不去 赵墨理了李波浪卷发 看我等等 他居高临下逆了眼 我的衣柜 冷笑一声 像是自言自语 也不知道你都这样了 还来威尔斯做什么 之前还在顾家的时候 就会见过赵墨 总是那父子高傲 不可一世的模样 我俩是互不搭理的状态 他说完就哒哒哒地去自己桌前 拿起刚刚落下的手包 我没回话 瞄了眼他的黑色修身高定 还是像以前一样 感叹赵墨此人 虽然讨厌 但身材实在诱人 不要跟个小猫仔子似的可怜巴巴盯我看 赵墨对上我的视线 突然出声 算了 你过来 像是突然泄气般 他冲我勾了勾食指 打开衣柜 这件你试试 一件纯白色吊带短款礼服 细纱垂下 颇有些可爱的仙气 愣着干嘛 赵墨醋眉 又有些不自然地移开视线 我可不想被人说孤立你 沉默片刻 我忍不住开口 那也是咱俩互相孤立 吊带部分是花朵的设计 浅色系的搭配 衬得锁骨更加精致 赵墨帮我把后面的记带记上 立马开启嘲讽模式 顾家老爷子不是要你留在顾家吗 你逞什么能跑到乡下去 我收起唇边笑意 其实富家挺好的 啊 被卖了帮人数钱 富威 你以前不是挺狂的吗 赵墨大概是觉得我无药可救 瞪了一眼 拿着手包就走 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格外用力 无奈地叹一口气 我拿着手机跟上 哟 这是谁来了 刚进晚宴大厅 熟悉的讥笑声就传来 抬头 顾心被簇拥在人群中间 看来顾老爷子有安排人精心给他打扮过 但粉色的紧缎礼服 修身的设计 更称得他腰肢不迎一卧 而刚刚的计讽 就来自他身边的钱暖暖 顾心抬眸看我一眼 微扬下巴 唇边划过一丝笑意 我不禁心底犯冷笑 怕是钱暖暖 也是他指使的 有的山鸡就算在华丽 也变不成真的凤凰 钱暖暖还着胳膊 声音在大厅回荡 我之前就觉得有的人骨子里的吐气是改不掉的 果然 现在真的现原形了 四周带起一片嘲弄的笑声 有些刺耳 看着四周置身室外的笑脸 我心口微凉 果然 是人就喜欢看曾经高高在上的人 跌落泥潭的戏码 来抹去他们曾经的卑贱 还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赵默冷笑一声 端着红酒 走到前面长长的餐桌上 声音不大 但在悠扬的小提琴声中 显得格外清晰 钱暖暖脸色一变 没敢发火 我勾唇 接过服务生递过来的香槟 轻轻抿了一口 有意无意地接话 谁说不是 气氛僵持之下 突然门口一阵骚动 四周开始窃窃私语 富雨来了 他居然会来参加晚宴 快快快 看我这身好不好看 富雨可是笑吧 除了明的脾气差 待会儿千万别惹到他笑 微微晃着高脚杯 香槟的页面泛着波光 我看向大厅的门口 富雨穿得倒是和别人不一样 简简单单的休闲T恤 就能把他的气质称得格外不羁 当然 肯定靠的是那一张脸 富家的基因是真的强大 这个富雨是学校今年特招进来的 刚开学就打了一次架 居然被保下来了 据说他没什么背景 居然敢在威尔斯打架 不远处 学长在和学妹们静心科普 传到耳朵里 我痛心疾首 这个富雨 肯定给富家惹了不少麻烦 富雨倒是在大厅门口就看见了我 但视线很快就一开 他打定主意 不想搭理我 窃窃私语 随着他漫不经心地走进来 而变得细小 我抿了口香槟 身影在眼前停住 我跟你不熟 声音低沉冷淡 紧接着 身影越过我 直直地往顾心地方向走过去 三哥 顾心显然惊喜 毛子亮了亮 你怎么会来 周围的人让出一条路 留着富雨走过去 他自然地摸摸顾心的头发 语气放缓 你在这 我当然要来了 万众瞩目 独独偏爱玛丽苏般的情节上演 四周的议论声又开始此起彼伏 豪门密心 顾家除了顾慈安 可没有什么其他的男丁 这不会是顾心之前待的富家的三哥 听说那家确实有三个哥哥 那岂不是富威的亲三哥? 看上去他跟富威并不熟 那还用说 肯定不待见呗 你刚没看见富雨连正眼 都不待看富威的 这些话并不遮掩地压低 仿佛是特意在我耳边说给我听一般 很吵 闭嘴 熟悉了好多年的声音 四周突然噤声 顾慈安醋眉 走过来 站在我旁边不语 点头致谢 眉太管顾慈安 我抬眸望向顾心那边 富威怎么区别对待 与我而言倒没有什么 只是我还记得刚回富家的第一个晚上 富威说的 之前欣欣说你不愿意回来 还赶他走 我倒是真的不记得 我有赶过顾心 反倒是他 在我果断同意认亲之后 委委屈屈地拉着我 说对不起我什么的 能周出这样一段话 也就是顾心本人了 怎么回了趟富家 就变得可怜巴巴的了 身边递过来一杯红酒 捏着高脚杯的指尖 犯着病态的苍白 他的身体一向不好 顾慈安在我接过高脚杯之后 又掏出他的专属帕子 漫条丝里地擦手 还是这么洁癖 你笑什么 顾慈安不解地看我一眼 我举杯在他的高脚杯上碰了一下 清脆地碰撞声 该你过去了 姐弟情深 跟我无关 点头表示理解 顾慈安这个人傲娇得很 说来顾慈安讨厌我 也对 他小我三岁 刚十六岁 能现在直接来上维尔斯的大衣 有我的一部分功劳 毕竟我摆烂 但也得给顾家安排一个最完美的继承人 金融系的课程繁多复杂 但我听得津津有味 总觉得富家附近有点搞头 刚拿到京城北区的规划图 就被来人挡住了去路 呵 富威 你听这些课有什么用 顾慈拽拽他的袖子阻拦 暖暖 你别这样 欣欣 你就是太好心了 钱暖暖替他打抱不平 富威之前还把你赶出顾家 摆明着就是想站着你顾是千金的位子 只是没得逞罢了 你现在还帮他说话 身旁的几个小跟班跟着富贺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真是好大一出戏 我冷冷道 顾欣 你来给我解惑 我什么时候把你赶出顾家了 顾欣一抖 后退两步 眼眶里擒着泪 没有的是 富威 钱暖暖挡在顾欣面前 你别太过分 手机震动 我低头看 是富绿发来的消息 说他快到学校门口了 接我回去 心口疼 升起欢快 刚想打开回复 手背猛然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手机便以一个完美的抛物线从六楼走廊摔了下去 我一正 伸手去捞 扑了个空 醋梅 我看向罪魁祸首 不就是个手机吗 我赔给你 他不屑地笑一声 眼里尽是挑衅 而他身后的顾欣 也勾出若有若无的一丝笑意 可笑至极 若我今天可以任人踩踏 那么我就不叫富威了 攥过钱暖暖的衣领 一把扯到栏杆边上 梁眸盯着他冷笑 你是不是忘了我能不能惹呀 眼看着他眼底的情绪 从原来的嚣张转变为惊恐 我继续把他的头摁出栏杆外 一丝凉风拂过 吹得发丝青阳 他想挣扎 但我用得巧劲挣扎不开 顾欣上前两步 眼眶泛红微微 你别这样 有话可以好好说 你不能因为心理不平衡 就没有心理不平衡 我率先打断他的话 抛出一句忠告 富家与我而言 比顾家好 顾欣一正 但没有在上前 手下的力道继续挣扎 他的脸憋得通红 富威 你想被退学吗 你给我松开 可靠近他的耳边 我勾唇低难 六楼不高 你猜猜会死人不 钱暖暖一僵 彻底不敢动了 顾欣身后的几个跟班 也都不敢上前 我挑眉 继续恐吓 以后别招惹我 反正我嘛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微微你别做傻事 顾欣脚不未动 但依旧冠冕堂皇地劝说着 我真见不得顾欣 这副虚伪的嘴脸 他的算盘我很清楚 就算我真的把钱暖暖 给推下去了 他也毫不在乎 甚至会窃喜 顾腹两家 就剩他一个女孩 一边是血浓雨水的亲情 一边是十几年的感情 他稳赚不亏 当真恶心 我点头认同他说的话 思考两秒 那就麻烦顾欣 你帮你的好姐妹写封道歉信 写完我就放开她 空气安静一瞬 我有些惊讶 你们关系这么好 顾欣 你不会连封道歉信都不乐意写吧 可是他每次都帮你出头 唉 欣欣 潜暖暖声音有些哽咽 毕竟以前也是玩过很久的 这位恐高的弱点 我当然拿捏得死死的 顾欣听到他叫自己 嘴唇苍白 轻轻颤抖 像是受了极大的屈辱 我冲顾欣挑衅的沟唇 血吗 今天这份乳 我还真就必须还给他 似乎是下定决心 他终于抬眸 看向走廊尽头 眼泪突然滚落 大哥 大哥 我的心口煞时一跳空 不由自主地看向走廊尽头 剪裁得体的西装 傅律敏唇 看着埋在自己臂弯戳起的顾欣 镜片明暗交叠 手上力道松了 潜暖暖就顺其自然地挣脱开来 也一起看过去 面上亚裔 欣欣 你大哥居然是傅律旁边的小跟班 也窃窃私语 天哪 傅律本人和网上的一样帅 暖暖不是说傅律最近要接你家的官司吗 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是这种反应 我垂下胳膊 拳其指尖 突然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难堪 这下好了 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乖巧可人的光辉形象 现在全给打碎了 原先傅家有个富裕讨厌我就算了 这回要是再多个傅律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顾欣依旧紧紧攥着傅律的袖子 委屈得低声抽气 还不忘抽抽大大地解释 大哥你别误会 微微没有欺负我 我只是太想你了 我什么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 这就是傅律垂眸看了眼顾欣 抽回自己的胳膊 面无表情 我是微微的大哥 顾欣一正 忘了哭 呆愣在原地半上 戚戚爱爱一句 大哥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傅律没搭理他 迈着步子走过来 停在我面前 太高了 我指到他的肩头 甜甜嘴唇 不太自然地移开视线 妹妹有没有受欺负 头顶一道温润的嗓音有些忙 我把刚刚的情节复盘了一下 怎么都想不到 傅律开口问的第一个问题 居然是这个大哥 他怎么可能受欺负 傅律从走廊过来 递给顾欣纸巾 不爽地看过来 刚刚咱们都看见了 傅危多嚣张 傅律侧眸 镜片反射着良意 傅律没了声 目光落在扯着傅律袖子落泪的顾心 我不太爽 傅律这个人真的很蠢 轻轻戳了下傅律的胳膊 我乖巧地眨眨眼 就是手机被他们给摔了 温暖的大掌附在头顶 没有受伤就好 怎么确定没有受伤 楼梯口一声吃笑 紧接着是哒哒哒的高跟鞋声 赵默撩了下垂在肩头的卷发 腻了眼前暖暖冷笑 平时蛇鼠一窝就算了 居然还敢逮着我不再欺负我的人 赵默的人 这是什么离奇的霸总语录 我没忍住吐槽 咱俩就是犯搭子 赵默瞪我一眼 又转向傅律 调监控定责 傅律点头 正有此意 两句话把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得明明白白 傅律走到一旁在打电话 而钱暖暖一众等人 完全像待宰的羔羊 不敢乱动 毕竟他们的一言一行 都与家族挂钩 就是所谓的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视线又投向不远处 傅律依旧低声安慰着顾心复微 你藏得挺身 赵默跟着我靠在栏杆上 冷不丁冒出来一句 什么挺身 呵 傅律是你三哥就算了 你之前居然还骗我说 你大哥是律师 我大哥不是律师吗 赵默忍不住瞪我一眼 他是傅律 京城律政界大佬 就没有他拿不下的案子 哪怕市长来了 都得敬他三分 律政界大佬有些茫然 忍不住看向傅律 他挂了电话 迈步走过来 身材比例完美无缺 这就是我大哥 走吧 傅律台湾看了眼表 处理一下这件事 校长室内巨大的幕布上放完在空中连廊的一幕 空气中就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校长轻咳了声 把刚泡好的茶推到傅律面前 小孩子玩闹 赔个礼道个歉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前世老总坐在一旁陪校 是啊 我们肯定会赔偿的 别因为这件事情 伤了和气小孩子 傅律指尖在檀木桌上轻敲 扫了眼这边 轻笑一声 我怎么记得成年了是可以负刑事责任的 不至于 赵默吃了一声 绕着搭在肩上的卷发 这么多人欺负一个 算是校园霸凌了 傅律抿了口茶 算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可以拘留吗 可以 来回几句话 就简简单单给这件事定了性 没有不是我 钱暖暖脸上肉眼可见的慌乱 故心面上无措 眼里又因为着急 赢了泪花 大哥 你别生气 都是一场误会 都怪我 是因为我暖暖才是啊 大哥 我看也就是小矛盾 要不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 傅宇跟着解释 傅律淡淡抬眸 扫了眼傅宇 最后目光落在顾心身上 顾小姐既然已经回了故事 那么跟傅家就没什么关系了 切勿相攀 至于怎么处理 傅律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带了些柔和 听妹妹的 众人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当事人身上 多双视线投过来 心底有些奇异的感觉 先前在顾家没人管 也没尝过有人撑腰的滋味 突然心里满满当当的 拘留就不用了 我万某就赔偿一下精神损失费 以及之前我送给前家小姐的财物就行 加起来怎么也得七位数了 前暖暖突然暴躁 傅薇 你穷疯了 他一声清脆的巴掌 我一愣 看向前老爷子 这位手镜可真不小 爸 你打我 前暖暖的脸上瞬间冒出红印 满眼不可置信 前老爷子气得胸口起起伏伏 几副小姐道歉 傅律终于懒懒散散地从沙发上起身 胆末须有的灰尘 跟前世的合作 我会再考虑 今天就到这 我非常有眼力见底跟上 这回换钱 老爷子慌张了 跟了几步 发现傅律压根不理他 懊恼地停在原地 开始给董事会打电话 大哥 你好厉害 跟在傅律身边 我仰脸看他棱角分明地下恶险 前世虽然比不上故事 但在京城还是排得上名号 犯不着因为一场案子就这么低声下气 只能证明一点 我大哥真的很牛批 傅律笑笑 没回话 赵末看向傅律 前世的案子真的不接了 赵末心满意足地勾唇 看我一脸疑惑 开始解释 赵 前两世合作的项目出了问题 他们不想赔钱 就托关系找了傅律 原本我还有些顾虑 但只要傅律不插手这案子 我们稳赢 放心 绝对把钱是告得底库不胜 怪不得前老爷子刚刚那么着急 傅律可是他赢案子的唯一希望 我咧嘴笑开 突然觉得心底很自豪 今天谢谢赵小姐了 傅律冲赵末点点头 拍拍我的脑袋 走吧 回家小跑几步跟上二哥 他周末忙手术不回来 灵光一现 我追问 二哥也很厉害吗 傅律哑然失笑地看我一眼 你自己问就自己问 我撇嘴 余光撇到和顾欣站在一起的傅律 他不回家正好了 我可是有大项目要跟老爹谈 前世的赔偿很快打到了我的卡上 我心满意足地数着小数点 虽然傅家有钱 但自己卡上有钱才真的爽 还是得自己搞钱 不然以赋予的智商 哪天把傅家拱手送给 顾欣我都不奇怪 倒是有一点 估计傅律下了死命令 顾欣到现在都不知道傅家的情况 桌上丢过来一张银行卡 对面顾慈安坐下 我眨眨眼给给我的 别扭得像是小孩子求和的把戏 不用装拿者 他还了眼四周的视线 不大自然 但语气依旧生硬 以前压碎钱不都是被你给抢的吗 我这货在暑假里 窜身高现在接近一米八了 但志气的表情 依旧像我熟悉的那个顾慈安 前世的事情我听说了 虽然富虑厉害 但你们家毕竟穷 还有个败家子富裕 生活肯定比不上顾家 我想了想 满山遍野的杨默默点头 行了 你缺钱就跟我说 这些钱我自己赚的 顾欣身后又是一杆人 等进了阶梯 教室有些吵嚷 顾慈安烦躁地看了眼 撂下一句话就打算走 慈安你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顾欣有些欣喜 小跑上前 正好挡住了顾慈安的去路 不是找你的 顾慈安严谨一该 双手插兜打算绕过去 顾欣看了眼我 垂眸 慈安姐姐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对 你可以告诉我的 又是老套得楚楚可怜的剧情 我有点想笑 顾欣似乎只会扮柔弱 来激起别人保护欲的这一个招式 但是顾慈安和许人也 那是被我鞭策着长大的 除了各方面优异于常人外 便绿茶的本事可是一等一的 顾欣的这一招 正正巧巧是我当年给他普及的第一课 撞枪口 伤了吗?这不是 果不其然 顾慈安眼神瞬间变得无辜 姐姐你在说什么? 姐姐天天和傅宇待在一起 肯定是不喜欢我这个弟弟的 所以只能不在你面前晃 不然惹你心烦了 周围泛起窃窃私语 风向转变 顾欣一愣 顾慈安继续加码 他本就轻受白净无辜的眼睛一眨一眨 更有些孩子的单纯 而且在顾家 姐姐也从来不搭理我 怎么一到学校里人多的地方就来和我亲近了 也对 姐姐和傅宇近二十年的感情了 我这个空有血缘关系的 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闽唇憋笑 真的不愧是亲姐弟 演戏的本事一个比一个六 顾欣被他一系列的问句正在原地 周围同学的眼神也都变了 顾慈安毕竟是顾家正儿八经的继承人 年纪小 而且看上去单纯 虽然平时冷淡了些 但风评中归比只会哭哭啼啼的顾欣强 这会儿出了争执 都会选择倾向于顾慈安 有点爽是怎么回事 顾慈安悠悠叹一口气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人群的目光随着顾慈安的离开而移动 顾欣眼泪已经干了 盯了我一眼 眼神里藏不住的厌恶和不甘 轻描淡写地冲他笑 银行卡在桌面点了两下 最后当着他的面收进了包里 硬刚可以 账末一下课就回公司处理项目了 钱暖暖因为家族的事情 一连几天没来上课 宿舍里就剩下顾欣和我 不是很想待着 我拿着书准备出去 傅威顾欣突然开口 我停步 有事 他垂眸思虑几秒 扯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 其实我觉得你人很好的 我一直挺想和你做朋友 之前因为暖暖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 面无表情 你也不用在我面前装好人 你讨厌我 我看得出来 空气安静一瞬 顾欣舒尔笑了 眼里尽是嘲弄 傅威 你不会觉得自己还是千金大小结吧 我波澜不惊地看他 所以 傅威是你大哥又怎么样 他向着你又怎么样 哼 不过是怕你嫌弃傅家 然后跑了 所以才这样对你 你真以为 他们会对一个刚认识的妹妹 有多宠爱 顾慈安对你好 又能怎么样 他能把顾家拱手送给你吗 哼 痴心妄想 顾欣的表情有些失控 全然没有平时装出来的怯懦 看他这副样子 我突然觉得可笑 傅威 你笑什么笑你不懂得珍惜 我悠悠一探 贴他干嘛 力气这么重 在顾家待得不开心 这一句仿佛戳到了他的痛处 顾欣的表情开始扭曲 我了然点头 顾老爷子不心疼你 他包养的情妇处处打压刁难你 然后你和顾慈安姐弟不是一条心 你我轻笑一声 看向顾欣 眼神透着怜悯 当初选择的机会是交给你的 你也说你不后悔 顾家人生性凉薄 精致地立己主义者 你怪顾慈安跟我亲近 但若换作是你同他一起长大 恐怕你们两个早已反目成仇了 我没后悔 顾欣突然失控地把一桌的化妆品挥到地上 嗓音尖利 没有半分顾家千金的仪态 那就希望你永远不后悔 我微微勾唇 绕过满地的狼藉 关上门的一瞬间 屋内又传出玻璃瓶摔碎的声音 刺耳 行 你的企划案发我邮箱 挂掉电话 我翻看手中的京城规划图 其余的地方商业繁荣 唯独北区空空荡荡 西北处是耕田 东北处退耕还林 正北处就是家里那几个山头和山脚的烂尾工程 似乎有点难搞 傅小姐好巧 面前拦过一道身影 油腻的笑声猖狂至极 旁边跟着的男人也笑 要不要出去喝一杯 咱们是高中同学 那会儿你太不好接近了 还是现在好 可以聊聊天 黄毛说着就伸出手来 打算拉我后退一步 我醋眉 让开 不然我报警了 哎呦 还当自己是千金大小街呢 是啊 听说你大哥挺厉害的嘛 怎么现在没人给你撑腰 视线落向四周 这几个人我压根不认识 情况不对 我转身又被一道身影拦住 陪我们喝一杯就放你走 花必笑得轻浮 又一次伸手攥紧手中的图 我敏唇 往另一个方向跑去 却又飞快地被挡住 这几个人像是逗猫一样左右晃荡 愣是不给我逃跑的机会 内心有点慌乱 难道今天真的要被几个流氓骚扰了 啪 一个篮球飞过来 准确无误地砸上花必的脑袋 花必刚想发火 看到来人立马愣在原地 黄毛咽了咽口水 赋予他怎么会来 他打架太狠了 要不我们赋予站在不远处 面色不善 滚 几个人慌不择路地从楼梯口跑了 谢谢了 我脸毛里刚刚慌乱时弄皱的衣服 淡淡对他道了谢 不是特地来帮你的 赋予微皱眉头 压下眼底的不耐烦 我就是让你以后别欺负顾心 明明刚刚我才是危险的那个 他的第一句话是让我不要欺负顾心 有些可笑 我停下脚步看他 语气冷漠 你哪只眼睛见到我欺负他了 还是说你见到他哭就先入为主地觉得是我干的赋予微正 我冷笑 赋予 我赋予讨厌一个人 没必要做那些下三滥的手段 他舌尖抵了抵腮帮 错开视线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第一天就看得清楚 表面壮乖 内心恶毒 我点头阳唇 笑意未达眼底 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看得清楚 蠢货一个 傅薇 你实在搞不懂傅家那么多人 偏偏我这个同胞哥哥脑子不好 难不成是在娘胎里的时候脑子全给我了 不搭理他 我越过他往校外走去 没必要为了一个蠢货给自己找不痛快 一直在等的顾慈安 已靠在墙边 看到我过来 浅色的嘴唇泯泯 你看上的地段不错 可以试试 傅薇 他突然出声 语气淡漠 顾薇说 你背后骂我来着 不解释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漫不经心贴他一眼 我当面打你 都不是一回两回了 背后骂两句怎么了 顾慈安听到这句 冷漠的表情骤然放松下来 眼底含笑 碎发在额前飘了飘 突然展露了些少年气 我哑然失笑 抖 爸妈 你 他懒散地插着口袋 替我开车门 随口道 姐姐打弟弟吗 很正常 自从顾欣那次发火之后 他在我的面前 又恢复了小白兔的模样 友善怯 赵默的项目有些忙 基本节课之后就回家 前暖暖估计是被他爹训了一顿 见到我躲着走 日子过得安生 倒是我和顾欣 像是交换兄弟一样 顾慈安跟我 天天往北区跑 赋予时时刻刻守在顾欣身边 不互相干扰 除了我给你的钱 你哪来那么多钱 踩入柔软的青草地 顾慈安终于忍不住问我 我眨眨眼笑开 钱家赔的钱 他冷哼 你到我三岁小孩 那点钱怎么够 可能天上掉馅饼的 可不是馅饼吗 富家这块大的 顾慈安倒没在追问 翻开策划案 比对着面前的园林农家乐的项目 差不多了 可以引进第一批客户 你什么打算 现成的 我挑眉 你不是加入了学生会吗 什么意思 我微微勾唇 点到为止 维尔斯每年都要秋季聚会 我记得去年是去南区的高尔夫球场 他又是一声冷哼 策划暗塞 回到我的怀里 想得挺美 黑色的麦巴赫 绝尘而去 我无奈地撇嘴 还是这样喜怒无常的小孩 农家乐的园区 离富家不远 工作人员都已就位在修剪杂草 我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提步往富家的方向走去 看到不远处的一个身影 我一愣 哎 抓包现场 定了定心神 我扬起标准的甜甜的微笑 二哥富艳逆了眼麦巴赫离开的方向 顾家那小子 嗯 一边是血缘深厚的亲哥 一边是多年相处如亲生的弟弟 要是富艳不高兴 我与顾慈安来往 那还真是骑虎难下 蹦跋到富艳身边 一阵淡淡的消毒水味道 我挤出两个酒窝 二哥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他瞥过来一眼 伸手碾下 我发上的叶子 家里羊少了那么多 问起来 巴又支支吾吾的 就猜到是你干得少了那么多 我看向满山腰的白点 二哥 你一只鼠的吗 山腰秃了一块 猜得我富艳 衬衫袖口卷得一丝不苟 露出手臂上淡淡的青筋 上臂隐隐蔓延出一道疤痕 像是烧伤 我一正 二哥 你这个没事 富艳脸著神色 将袖口往下拉了拉 撞似无视回家 二哥 我跟上他的步伐 嗯 二哥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说 我看向富艳的侧脸 二哥虽然不苟言笑 但一直以来有求必应 绝对是比大哥好套话的一股作气的开口 为什么除了富宇之外 你们好像都不想念 顾心身旁的身影一顿 富艳闽纯看过来 神色复杂 学生会的安排 很快就下来了 我脱腮看着人手一张的宣传图 钩唇 顾慈安这小子口闲体正 北区什么时候有个农家乐的 怎么没听说这个项目 据说是之前一个烂尾的工程被包下来了 我去看过 建设的园林 很好看 特别圆生态 旁边的山腰上都是羊 四周的同学叽叽喳喳 大概是听到北区的关键词 潜暖暖看我一眼 似乎是想象之前一样 讽刺几句给硬生生憋了回去 顾心有些欣喜 指着宣传图上的一个角落 这是我之前家附近 正巧可以回去看看了 几双视线投过来 很明显 现在这个地方是我的家 顾心的几个跟班望过来 相互对视 便五红唇笑了几声 欣欣 你之前住的好偏 真是遭罪 这就算山里了 现在怎么会 还有人住在山里 这你就不懂了 山姬就得住在山里 我淡淡扫过去一眼 这些人不敢正面刚 只敢像苍蝇一样 在耳边嗡嗡 接受到我的视线 那几个女生就娇笑起来 富威可没说你呀 别往心里去 是啊 可别再让你那个律师哥哥来找麻烦了 又说我们欺负你 这可算不上诽谤什么的 我冷眼看过去 漫不经心地开口 如果我打人的话 倒是可以做无罪辩护 你吵什么 吵几声高跟鞋哒哒声 赵默冷着脸走过来 扫了眼那几个女生 有毛病 天天这样有意思 四周静若寒蝉 忍不住偷偷给她竖个大拇指 赵姐威武 我没记错的话 孙氏不是要被收购了吗 前两天 二手专柜 不是你孙小姐去卖的包 赵默盯着短发女生发问 视线又转向一旁的两位 理事和无事的企业 这两年的盈利 怕是还没有我手上一个项目挣得多吧 狂什么 几个女生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很精彩 赵默撩了撩耳边的碎发 轻痴一声 我赵默的人 日子肯定过得比你们好 你们也记得让故事千金多罩着 免得没饭吃 哦 对了 赵默转向我 盈盈一笑 你弟弟说请我们吃饭 走吧 弟弟两个自家重阴 意料之中 古新的脸色瞬间清白 看向我的眼神里依旧充满着怨恨 迎上他的视线 我挑眉 古新真的是很讨厌的一个人 搬车颠簸地驶入园林 不同于北区其他地方的荒芜 焕然一新的是江南的国风建筑 这个地方好漂亮 京城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园区 农家乐不经意唇边泄出一丝笑意 被认可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你怎么笑得一脸自豪 赵默打着太阳伞走过来 摘下墨镜打亮着四周 我挑眉 农家乐我开的 你的费用我包了 赵默挣了挣 然后嫌弃地盯我看一眼 大白天的 咱能不做梦吗 我 行了 走吧 胳膊被他倒了倒 民宿咱俩一间房 跟别人我住不惯 第一次炫富 Kill赵默不乐意出来晒太阳 我一个人脚踩在铺的精致的十字路上 道路两旁竹林青雅 尽头是青砖带瓦的民宿建筑 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傅小姐这两天 一定要好好欣赏一下这边的风景了 以后说不定没什么机会 顾欣缓缓走过来 挂着标志的假笑 小道上就我们俩 她丝毫不遮掩自己的厌恶 我点点头 问了个题外话 中午吃得怎么样 她一正 轻笑 自然是很好 比在富家墙内就好 我越过她 继续向前走 下午是要去领娱乐区域的入场牌的富威 我转身 怎么眼前的身影书儿一画 跌坐在地上 洁白的连衣裙沾染了泥土 富威 你有病 身旁带起一道风 是富宇的怒吼 顾欣眼里闪过一丝得逞的笑意 我福威儿 咱不能逮着一个人豪啊 对不起 薇薇 我也是好心 顾欣又拿捏起她的柔弱 声音哽咽 富宇大概是气急了 看我的眼神仿佛想把我撕碎 富威 你够了 别以为大哥二哥疼你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哭笑不得 我指了指角落 顾欣有隐藏监控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那种空气 至了一瞬 顾欣的表情一僵 富宇来劲了 把顾欣抱起来行 调监控不是 当然 富宇和我都没有听顾欣的挣扎 一起往服务站走去 服务站的旁边就是露天咖啡台 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聊天玩桌游 其中当然也有熟人 赵墨挑眉看向顾欣 哟 玛丽苏女主平地摔了 顾欣说是我推的 为了洗刷冤屈 我来调监控 我耸耸肩 富宇冷亨 证据出来 你必须向欣欣道歉 顾欣拽拽富宇的袖口 低声 要不算了 监控也不是很好调的 怎么能算了 我勾唇打了个响指 必须不能让顾小姐受委屈 是不是 副总服务站的办公楼 走出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是我安排在这里的负责人 他抱着一个蓝色文件夹 毕恭毕敬地走过来 有什么吩咐 把刚刚竹林小道的监控调出来 给这位傅先生瞧瞧 我在旁边的藤椅上缓缓坐下 指尖点向空旷处 对了 搬个显示屏出来 循环播放 好的 四周鸦雀无声 饶氏吵吵嚷嚷的富宇都尽了声 你你你是原林老总 赵默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我无辜眨眼 早就和你说了 你不信 顾心不解地看过来 难难 怎么会 你不知道吗 我略显惊讶地无嘴 这几个山头都是我们家的 还有山上的羊 这么多年 你都不知道吗 顾心顺着我指尖的方向看过去 满山遍野的白绿相见 很是壮观 他嘴唇不由自主地轻颤 富宇醋眉 富威 赵默显得比他还激动 继续拉住我的胳膊 传说中超级低调的富士 超级全的产业链 超级有钱的家族企业 原来是在北区吗 我点点头 空气骤然安静 四周多双视线投过来 震惊不解 相比之下 顾慈安冷静很多 看着这场闹剧 轻笑出声 监控来了 那就一起看看吧 工作人员已经搬了一个巨大的显示屏出来 连着电线 周围的人三三两两聚过来 开始窃窃私语 不 不用了 顾心脸色苍白地从富宇身上挣扎着下来 指尖颤抖 突然推开富宇 从一旁的小道跑开 心心富宇担心地唤了一声 做贼心虚 赵末双臂还胸 冷哼一声 富宇瞪过来一眼 对着周围的目光咆哮 看什么看 明目张胆的目光瞬间收了回去 我勾唇 时间差不多了 拍拍手 今天高兴请大家玩娱乐项目下 傍晚天色微暗 我们玩得尽兴 回民宿之后 负责人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顾心失踪了 我醋眉 监控掉了吗 都查找过了 人从竹林后面就不见了 那边还没开发 是个小山坡 已经派人去找了 失踪多久了 得有三个小时了 内心疼升起一阵烦闷 起身背点对讲机 多找点人去找 我也去看看 赵莫拦住 管他做什么 晚点自己就回来了 死哪儿都没事 可别死在这里 还是得去找找赵莫 下午一起娱乐的同学 也有很多男生出来 说可以帮忙一起找 我看着他们热情的面旁 不自觉地想到 先前的冷嘲热讽 所以这就叫做站得越高 四周的善意越多吗 竹林后面说是山坡 其实还是不小 有点难找 赵莫被我劝在了民宿 工作人员四散寻找 顾慈安的身体不好 我把他摁在旁边的石头上 地形涂塞过去 你就坐镇后方 别跟着了 他没烧微皱 那你量力而行 必须量力而行 要不是因为顾心在我的地盘 我是疯了才会去找他 打着手电筒钻进树林 脚下是速速地哭噎声 以及不远处搜寻的呼叫声 越近越深 傍晚的凉气侵入肌肤 泛起一阵鸡皮疙瘩 手电筒的光四处照射 卧草一口国粹脱口而出 心有余悸地继续照了照 不远处一个身影 孤单落寞 还好是顾心不是鬼 我放下心来 顾心跟我回去 他转过来看我 指甲深深嵌入掌心 凭什么 我 一阵风掠过 带起树叶的沙沙声 他突然崩溃 大喊 复微 凭什么 你还能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 明明我才是故事千金 我脸眸又想到复燕胳膊上的疤痕 唇边不禁泛起一丝冷笑 单手把对讲机吊开 希望顾此安不蠢 你笑什么 我看他嗓音淡淡 故事千金的位子 赋予独独的天爱 众人阿余的高捧 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知足 呵 他冷笑 赋予算什么 他这个人太蠢 他对你很好 赋予的偏爱 不同于复律和复燕的沉稳内敛 他永远是明目张胆的 从亲手雕刻的簪子到私人设计的服装饰品 无疑不向世人宣告着他的偏爱 顾心冷笑 连富家那些他都没有告诉过我 对我好吗 我神色变得复杂 倘若他的注意力多放些在富家人身上 那么他就不会不知道 富家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富士 他太贪心 也太自私 凭什么富律只疼你 凭什么顾慈安只在乎你 顾心 你真正了解他们吗 我冷漠出生 跟富律相处了十九年 你为什么才知道他的身份 姐弟相认 你有主动去关心顾慈安吗 你只是自以为是的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你的陪衬品 每个人都应该无条件地包容你 可笑 顾心咬着下唇 眼里迸发着浓浓的不甘心和怨毒 这一切本就应该属于我 我凉凉勾唇 是啊 本来就属于你 但在你知道自己是顾家人的时候 你是怎么做的 他瞳孔咒缩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一边故意纵火 让顾老爷子觉得你生活困苦 一边四处造谣 我将你赶出顾家 让富家人心疼 哼 顾薇 好人都让你当了 我做什么呢 顾心身子一颤 难难 本就应该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手电筒捏在掌心 个得生疼 我深吸一口气 你知道吗 那长火赋燕 险些没有出来 他为了救你 他身后一个物品 砸在石头上的声音闷响 我回头 有些讶异 你怎么来了 富宇站在不远处 黑暗里看不清神色 垂在身体两侧的胳膊 轻轻颤抖 一言不发 而砸在石头上的是对讲机 顾慈安在他身后静静地站着 我脸眸 突然觉得被大哥二哥罩在羽翼下的富裕可怜 不是没有 我不是这样的 顾心失神的南南 有些烦躁 我转向他 天全黑了 现在跟我们胳膊上猛然一倒 立重心不稳 踉呛了几步 脚下一个踩空腹 微解丝火辣辣的疼 睁眼迎上刺眼的白赤灯 好不容易看清面前人的动作 眼泪刷得一下没忍住 二哥 你非得用酒精处理伤口吗 富裕掀开眼皮看我一眼 脸色不好 给你长个记性 妹妹 下次记得别一个人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富裕坐在一旁的凳子上 唇边挂着浅浅淡淡的笑意 但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 委屈得撇撇嘴 我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板上 是富家单单给富裕装修的一个屋子 都是些手术器械 当时顾心站的位置 正巧是一块陡峭的地势 虽然他推了一把 但富裕拉得还算及时 我俩就双双跌下去了 一想到富裕 我换之 莫名一痛 他似乎撞树上来着 不自觉看向旁边的病床 富裕坐在病床边缘 腿和胳膊大片血红色的擦伤 触目惊心 脚踝似乎也扭了 低头缩在那 眼角若隐若现的水珠 看着可怜巴巴 一时侧隐 我冲着富裕眨眨眨眼 我没事 二哥 你给富裕处理一下伤口吧 富裕淡淡扫过去一眼 冷哼 怎么不摔死他 我二哥什么时候 也学回阴阳怪气这一招了 富裕睫毛颤了颤 没有说话 索性我擦伤的面积不大 很快就处理好了 顾瓷安端着 从厨房熬好的汤 把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才放下心来 姐 喝汤补补 见我喝汤 他顺势坐在桌边讨好的笑 姐 你还有地方难受补 我抽空贴他一眼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 顾瓷安挠挠脑袋 看了眼富裕 我本来没打算把对讲机给他的 结果他路过的时候听见了 直接就抢去了 我也没追上 富裕听到这句话 不耐烦地深呼吸 顾瓷安继续献殷勤 姐 你当时摔下去可吓死我了 我跑得没有富裕哥哥快 不能和你一起受伤 你不会怪我吧 我 富裕 终于忍不住吐槽 你个大小伙子 说话怎么娘们唧唧的 这叫绿茶用妆柔弱来获得同情 顾瓷安尽心尽力给他科普 随即倾笑一声 茶的对象不是你哥哥 怎么还生气了 戳到痛处 富裕彻底没了话 我憋笑 果然只有魔法 才能打败魔法 手机震了几阵 我打开 是赵默的消息 一条接着一条 富裕 你没事吧 我真的服了你 出去一趟都能把自己给摔了 我在对话框里打出没事两个字 对面的消息又迅速弹出来 你又骗我 你没跟我说你二哥是富裕哪 京城医学界的新贵接张院士的班哪 医学界新贵偷偷瞄一眼富裕的身影 宽肩窄腰 有条不稳地处理着伤口 是我以前在顾家只顾着宅痘 压根两耳不闻窗外似了吗 我竟然从来不知道富裕和富裕是这腰牛批的人物 手机继续震动 你都不知道富裕出场多帅 他轻轻松松就把你抱回去了 你当时没看见富裕爬着回去 后来有人实在看不下去 给他搬回去的 看到这里 我扑痴一笑 爬着回来 那场面多壮观 四 二哥清点 富裕疼得呲牙咧嘴 富裕把手中的酒精棉球继续摁了摁 富裕脸上的颜色又深了一个度 富裕敏唇 一言不发 富裕站在床旁 推了推眼镜 少有的面无表情 蠢货一个 非得给你讲得明白才能懂 富裕自知理亏 看了眼富裕的袖口 沉默一瞬 压抑着开口 二哥 对不起 只跟我说 富裕脸色一红 飞快地看了眼我 胡伦吞枣 妹妹 对不起 我茫然转过头 再和我说吗 听不见 我说对不起 我挑眉 还是听不见 对不起 顾心诊断了中度抑郁 被顾家送出国疗养 我们商量过了 碍于之前的情谊 还是不对他进行起诉 现在宿舍变成了两人寝 我一回到宿舍就扑在床上 熟悉的味道 赵默愤愤地看我 骗子 我没骗你啊 名震京城的富士千金 大哥是绿政界大佬 二哥是医学界新贵 三哥是维尔斯校霸 干弟弟是金融界天才 赵默冷哼一声 藏得很深啊 富裕 我眨眨眼 他们掉马甲 关我什么事 走 吃饭去 刚出宿舍楼 顾慈安的笑脸在眼前放 大姐 有个八卦听不听 我挑眉说 老头子的情人说 我给他下打胎药 弄没了故事的小公子 顾慈 安笑得不屑一顾 然后老头子就把他给换了 赵默的八卦之心熊熊燃烧 眼睛蹭亮 为啥我拍拍他的肩 剧透 老头子早劫渣了 赵默 顾慈安跟在我们身边 笑得前仰后合 我也勾唇 眼角不经意贴过一道身影 拄着拐杖 富裕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面色不大自然 那个一起吃饭 我挑眉 点头 也行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微微 太行山下 卧野 千里田野上有个赵都城 赵都城外有个十里铺 十里铺就是我婆家 隔着一条富阳河 与我娘家催大屯村 遥遥相望 十里铺顾名思义 就在赵都城郊 离世十里左右 村里大部分人性高 随着城市的发展 小村子早晚要成为城中村人 人们都说我掉进了福窝里 据说我婆家当初是名门望族 颇有底蕴 高祖爷爷还坐过赵都之府 然而 这都是昨日的辉煌 随着我那能干的公爹 四十五岁离世 老高家的运势一泄千里 婆家在市里经营的点心铺子 关门大吉了 公爹入股的买卖赔了大钱 还被债主追债 我家男人本来拖了门路 能进钢厂的 结果没进去 全家只能靠着郊外吉姆地过活 当时我刚过门半年 还没退去新媳妇的羞涩 就给公爹披麻戴孝 伺候难缠的婆婆 插着腰站在院里大骂 老大家 媳妇 你是死人哪 猪没胃 鸡没胃 赏午饭 还没做好 我慢慢地回答一声 娘 您歇着 我这就做 我刚从地里忙完 给二母玉米地施肥 地里又闷又热 我的胳膊都被玉米叶子割出一道道红印子 火辣辣地疼 回到家没有些一口气 就急急忙忙 开始生蜂窝没做饭 依然挨了骂 原因很简单 婆婆认为我不祥 我一进门 重病的公爹就找阎王爷谈天了 我很委屈 我没过门时 公爹就病了 好像是肺癌 我嫁给高宝扇有冲喜的意思 高半仙说 万一公爹看见大孙子出事 一开心 没准病就好了 可我嫁过来半年了 依然没有开怀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公爹再也等不及了 嘎嘣一下咽了气 婆婆又哭又叫 出嫁的大姑姐红着眼睛劝娘 我爹这是脱离苦海了 没准当了神仙 婆婆却拍着大腿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怒视着我 都怪这个桑门星 不然你爹还能多活几年 大姑姐同情地看了看我 把我挡在身后 我很感激小叔子和小姑子 虽然不信这一套 但是看向我的眼光也很不友善 爱我 招谁惹谁了 日子总要继续 因为在成交 每家每户的地都不多 靠田地吃饭还不得饿死啊 何况小叔子和小姑子正在上高中 小叔子上高三 小姑子上高一 俩人都急需用钱 我男人叹息一声 跟我商量 自从咱爹走后 咱娘哭坏了身子 你在家种地伺候一家老小 我去市里做吊炉烧饼卖钱 我懂事地点点头 觉得我的男人能顶门利户 形象无比高大 出嫁前 我娘就给我说 你婆嫁是高门大户 规矩比较多 你是长门长媳 要孝顺公婆后代弟弟妹妹 于是我像小旋风一样转来转去 忙得四脚朝天 忙完地里 忙家里一日三餐洗洗涮涮 缝缝补补 喂猪喂鸡全靠我 我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一双手很快长满了老茧 腰都累弯了 也不敢吭声 好在男人比较心疼我 看着我面色蜡黄 有时候偷偷买根鸡腿留给我 大姑姐都看不下去了 对婆婆说 简直又老实又能干 您别总是超超巴火的 婆婆喘着粗气说 她不但是个丧门星 还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进门三年了 没生下一男半女 我跟男人偷偷去检查了 医生说我有公寒的毛病 孩子这件事是要看缘分的 晚上我偷偷地枯湿了几条毛巾 我多想要个孩子 没有给老高家生下孩子 我也觉得抬不起头 老公安慰我说 别着急 你那么心善 老天爷不会不长眼的 我抽掖着点点头 我不奢求要儿子 给个女儿就行 我每天喝着苦药汤子 在婆家当牛坐马 毫无怨言 老公在室里也忙得不可开交 他做的吊炉烧饼 外皮酥脆可口 内力厚实劲道 芝麻的香味和面粉的焦香 在舌尖上爆开 烧饼生意兴隆 功不应求 婆婆看她大儿子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 才格外开 嗯 让我过去帮忙 我只需要做早饭就行了 中午在烧饼摊前胡乱吃一口 晚上还要赶回去给一大家人做晚饭 还总被婆婆挑剔来挑剔去 说我做饭难吃 我们就靠着吊炉烧饼的生意 还清了公爹欠下的外债 公小叔子和小姑子上了大学 小叔子考上了师大 小姑子也考上了本科大学 婆婆终于有了像模样 这会儿婆婆就不念我的功劳了 说是小儿子小女儿争气 小叔子 师大毕业后 回到我们县义中教学学校 就在赵都市里 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几年 挣了十万块钱 都上交给了婆婆 婆婆给小叔子在市里买了房子 小叔子娶了花容月貌的弟媳 其实弟媳也是农业户口 只不过她在机械厂上班 肘里的嘴针叫 那个甜呀 哄得婆婆找不到北总夸 小儿子好小儿媳好 我就是个聚嘴的葫芦 只会干活 不会说话 说来奇怪 可能喝了几年中药起了作用 我终于怀孕了 弟媳进门两个月 她传出了喜讯 我也传出了喜讯 婆婆更加眉开眼笑了 逢人就说我小儿媳迎春 就是福泽身后 给我家带来了好运 看看我喝了几年苦药汤子 怀孕以后 却成了肘里的功劳 小姑子在省城上班 嫁给了城里人 在婆婆这儿也特别吃香 大儿子大儿媳只能低头拉末 看不到婆婆一个笑脸 也许是我真的不争气吧 我比弟媳大了六岁 人家生孩子却比我早了三天 生下了老高家的嫡长孙 婆婆乐得找不找北了 在祖宗排位前上了三炷香 还给葛禄神仙磕了头 我也生了一个儿子 儿子出生时 婆婆也高兴 只是没有那么惊喜了 说起来 我们跟婆婆同住在老院里 正屋一六五间 婆婆住在东边一间卧室 我们住在西边两间卧室中间 是两间客厅 院子里还有两间小东屋 两间小西屋 是给大姑姐 小姑子 以及小叔子回家住的 为了伺候我和 肘里坐月子 肘里从市里搬回了家 她嫌东屋太热 给婆婆撒娇 偏心的婆婆把我们赶到了东屋 让我们把正屋让给弟媳住 同样炖了老母鸡 婆婆给弟媳吃鸡大腿 鸡胸脯 给我吃鸡脖子 鸡头鸡爪子 鸡本没有肉 就算是煮了鸡蛋 婆婆也会悄悄多塞给弟媳一个 婆婆偏心 颜子偏到天边了 大姑姐都来打抱不平了 娘都是儿媳 都在坐月子 你也别偏心这么明显 婆婆横了她一眼 说 别总是多管闲事 老大家的皮糙肉厚跟老两家的能比吗 我还没出月子 婆婆就指挥我干活了 被我老公拦下了 不然我肯定会落下一身病 我们除了这个老院 公爹当年还置办了另外一处宅基地 就在村子边上 挨着公路那一处宅基地非常大 差不多顶老院两个 那边也盖了一处院子 本来是公爹留给我们的 只不过老公觉得只剩下寡母 不忍心把婆婆一个人扔在老院子里 没往外搬 小叔子在市里有人家自己的房子 另外一处宅基地只有三间房子 到底也没说清楚是谁的 就在那放着婆婆不让我们搬过去 后来我们和小叔子各出一半的钱 一共盖了九间房 说好了子孙后代都可以在那住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婆婆的两个孙子渐渐长大了 婆婆依然偏爱大孙子 过年的红包包的都不一样 给大孙子五百 给小孙子二百 弟媳特别浇惯孩子老公 这个大侄子脑瓜很好用 就是不肯好好用功 成绩越来越差 正经高中都没考上 相反我儿子看着平平无奇 却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考上了是一种 弟媳心里酸溜溜的 说 我家儿子走了狗屎运 其实狗屎运背后 不知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和努力 儿子考上电子科技大学 婆婆不得不对小孙子另眼相看 同一年 也就是十五年前 婆婆在院子里突然栽倒了 不省人事 我被吓坏了 赶紧给老公打电话 又叫了前后邻居 迅速把婆婆送进了医院 婆婆得了脑溢血 一直陷入昏迷 强势的婆婆脸色惨白 在ICU躺着一动不动 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所有的儿女都到齐了 大姑子小姑子还在内抹眼泪 一天 两天 三天 婆婆做完手术 整整昏迷了四十天 医生说就算是醒过来 恐怕也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开始 老公兄弟子妹四个都守着轮流值班 后来小姑子说我不能总是请假 单位领导都发怒了 妹夫只在婆婆住院时 看了一眼就走了 小叔子说我也不能总是请假 我的课没人上啊 弟媳妇说 我们单位效益不好 不少人下岗了 关键时刻我可不敢离开 最后只剩了大姑姐和姐夫 我和老公两家人守着 天巧 大姑姐添了孙子 要去伺候儿媳做月子 ICU外面由原来的热热闹闹 变成冷冷清清 只剩下我和老公轮流盯着 婆婆缓缓睁开了眼 医生惊喜地叫我们五床沉贵枝 醒了 我和老公连忙冲过去 喜极而泣 妈 你终于醒过来了 婆婆无神的眼睛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我觉得她可能在找心爱的小儿子 小儿媳 小女儿 小女婿 终究她们让婆婆失望了 第二天 小叔子过来了 第四天 小姑子才过来 婆婆醒是醒了 下不了床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是什么意思都要靠猜 医生说 后半辈子 婆婆要在床上度过了 儿女们不得不生医 婆婆的养老问题 农村约定俗成 是由儿子养老 我们没指望大姑姐和小姑子 再说 这几年大姑姐要带孙子 大姑姐主动说 只要庆家母搭把手 我马上过去替换你们去 我是老大 理应多伺候咱妈 小姑子为难地说 我工作太忙了 恐怕没时间 就辛苦哥哥嫂子姐夫了 小叔子咧着苦瓜嘴说 这下麻烦了 我每学期的课都不少 只能周末回家里看看了 弟媳妇说 我也没有时间哪 天天加班 大嫂 你们跟咱妈一直住在一个院子里 就辛苦你们了 大家把眼光齐刷刷 望向我和老公 我俩点了点头 老人病了 伺候老人不是天经地义吗 我不经意间扭过头 发现婆婆紧闭着眼睛 一滴灼泪顺着眼角躺了下来 从那以后 老公需要养家糊口 她白天要去市里卖烧饼 晚上才能回来帮我一块伺候婆婆 大姑姐偶尔会过来两天 让我喘口气 小姑子和妹夫半年过来一趟就不错了 就跟串亲戚一样 火烧屁股似的 凳子没有坐热就走了 小叔子还会过来看一看 但是喂水喂饭 端屎端尿 小叔子基本没干过 他顶多陪着婆婆说话话 我那精明的肘礼 那次回来 婆婆刚解完大号 屋里满是难闻的气味 他捏着鼻子 皱着眉头一溜烟跑了 肘礼不到过年过节 也不肯回来 要抢的 婆婆看着很可怜 头发全白了 气虚体弱 老公给他买了拐棍 勉强扶着能走一两步 开始婆婆在床上方便 很难为情他这个人一辈子要面子 哪里受过这个罪 我笑着说 妈没事 我又不是别人伺候 您应当应份的 我做婆婆爱吃的饭菜 她吃一口 我喂一口 小心注意着她吃饭的频率 不能喂得快 也不能喂得慢 婆婆回到家以后很少说话 这可不行 医生说了 婆婆要进行语言和肢体的康复锻炼 我们把大彩电挪到婆婆的床前 给她解闷 我这个人笨嘴捉舌 本来不太爱说话 为了帮助婆婆恢复 绞尽脑汁说村里的新鲜事 慢慢地 婆婆能说一句半钩了 后来能连着说好几句 我每天掺着婆婆到院子里晒太阳 婆婆最喜欢往院子里种青菜了 我一边浇水 一边给婆婆说笑 我们还给婆婆买了个电动轮椅 把大门口门槛去掉了 让她开着上街 我在旁边护着她 和左邻右舍唠唠嗑 心情比较好 婆婆一天比一天恢复得好 竟然奇迹般地能走十步 二十步 只不过一个胳膊和一条腿 根本使不上力气 照顾一个生病的老人 真不容易 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人 这十五年 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担心婆婆晚上需要大小便 这十五年 只在老公替换我的时候 去过几次市里 购买生活用品 从来没有旅游过 这十五年 我的孙子都出事了 我却没有办法带孙子 只得委托给了亲家母 感到特别歉疚 不过我没有在婆婆跟前抱怨 婆婆已经够难受了 她最疼爱的小叔子和小姑子 不往跟前走 我不能再往她心上捕刀了 今年婆婆八十五岁 经过冬天的喜洋洋 身体像忽明忽暗的蜡烛 随时会熄灭 又卧床不起了 不过婆婆的脑子很清楚 我感觉婆婆想给我们说什么 近来传出风声 城市发展迅速 我们十里铺要拆迁了 这个周末 小叔子两口子破天荒跑了回来 原来他们看婆婆身体不好了 趁着老人在闹着要分家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分的 一共两处宅基地 老院一处一共九间房子 另外一处大的宅基地 也有九间房子 成了孙子辈回来以后住的宾馆 区别是 大宅基地是老院的两辈 而且挨着马路 如果盖一溜商铺的话 一定很值钱 请了几位族里的长辈儿 请他们做个见证 不用说 弟媳上来就选了那个大宅基地 几位族老面面相去 面有不渝 二爷爷说 老二 你大哥大嫂 伺候你妈十五年 你们怎么好意思 先挑 小叔子尴尬地说 哈哈 这不是大哥大嫂没吭声吗 周里却寸步不让 老大不该让着老二吗 大哥大嫂的儿子争气 我家儿子不争气 不得不贴补我们的日子 难插一句 我儿子在北京博士毕业后 直接留在北京 进了研究所成家立业了 老公的侄子却在市里打工 东一郎头西一棒锤 不肯好好干活 一直需要小叔子补贴 三爷爷抽了一口烟 吐出一个烟圈 缓缓地说 那也不是你们抢先的理由 除非你大哥大嫂 让你们先挑 我和老公互相看了看 我们早就商量好了 不跟二弟抢 老公憨厚地说 我们在这片老院住惯了 有了感情 那一片大宅基地 就给了二弟 小叔子和弟媳妇 眼里冒着惊喜的光芒 几位长辈也不好说什么了 就这么定了 大姑姐和小姑子 不参与田地和宅基地的分配 也不管给婆婆养老院子 归我和老公 大院子归小叔子和弟媳 婆婆就在旁边听着 一声不吭不参与意见 等人都走干净之后 我问婆婆 妈 你饿不饿 我这就去做饭去 婆婆摇摇头 我又问婆婆 想不想解大号小号 婆婆又摇摇头 我给婆婆端了一杯 不凉不热的温开水 放到桌子边 婆婆的右手可以拿着喝 我刚要掀开门帘 准备做晚饭 婆婆叫住了我真 你过来 老公也在旁边 以为婆婆哪里不舒服 婆婆摆了摆手 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婆婆笑着用枯瘦的手指指着她屋里西墙上的一个墙洞 我觉得很纳闷 这个墙洞一直在那里 过去好多年了 墙洞里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一直想翻盖房子 一直没有钱 一方面要照顾婆婆 另一方面供儿子读书 包儿子在北京买房时凑了五十万 所以 房子已经很旧了 这个墙洞有多少年 我也不知道了 婆婆指着墙洞说 拉开一块砖 里面有个木板 把木板撬开 老公罩着做了 拿开木板后 里面有个小包袱 是用青花瓷的布包着 看样子还有点分量 婆婆又说打开 老公狐疑地打开了包袱 我们一下子愣住了 包袱里面赫然躺着二十根金光灿灿的金条 天呀 每一根大概有五百克左右 后来我才知道 一根金条差不多值二十二万 二十根就是四百四十万 我和老公一下子猛了 婆婆说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 拿着吧 你们要了小院子不吃亏 原来这是公爹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 婆婆说纸传给顶门利护的儿孙 最孝顺的儿孙 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拿出来 我和老公连连摆手 我们不能要啊 婆婆又拿出一张纸 上面有他歪歪扭扭的字迹 二十根金条是祖宗留下的 只给孝顺的大儿子大儿媳 你们都是好孩子 应该拿 我的眼睛湿润了 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都值得 只是我和老公像捧着烫手的山芋 天上吊的横财 是不是要给其他兄弟妹解分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潜谈人生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他六十五岁 退休金九千 和四十岁保姆结婚 儿子说房子和存款是他的 老齐六十五岁老伴去世五年了 他自己也算是个退休干部 每个月退休金九千多块 这天他锻炼回家 小陈已经做好了早饭等他 看着桌子上的素线小笼包 还有热腾腾的豆浆 他心情很好 笑着两个一起吃早餐 小陈是他请的保姆 今年也才四十岁 他很能干 家里每天都收拾得很干净 做的饭菜也特别好吃 小陈已经在家里做了两年的保姆 对老齐的口味和习惯知道得很清楚 这让老齐觉得很舒服 想着前一段时间自己住了半个月医院 一直都是小陈在身边无微不至照顾着 老陈在心里下了个决定 饭后 小陈忙着收拾碗筷 老齐坐在一边静静地想着 看小陈从厨房出来 老齐喊他 小陈过来坐 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 小陈叫陈玉 她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她没什么文化 因为不能怀孕 被婆嫁嫌弃 经常打骂 最后她老公又找了一个女人 很快和她离婚了 陈玉回娘家 也被弟媳天天针对 她看爸妈也很为难 就出来打工 她什么都不会 最后做起了保姆 刚开始雇主家嫌弃她 做饭不好吃 她经常做不了 几天就被解雇 后来她专门去找一些需要照顾老人的 老人一般口味清淡 不需要特别好吃 转眼已经十年了 陈玉已经是一个很合格的保姆 她现在做饭的水平不错 她也不怕被人解雇了 陈玉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突然就想起了这些 她看老齐严肃的样子 可能想着她又要找工作了 毕竟以前好多次都这样 她笑着坐在老齐对面 等着他说话 同时又想着 哎 还是要想办法给自己买个房子 不然总觉得自己下一刻就无处可去了 老齐这时吐了一口长气 说 小陈 我想了很多天 如果你愿意 我想和你结婚 我们一起搭伙过日子 陈玉有点傻眼 她完全没想到会这样 她离婚后 确实再没想过结婚 毕竟那几年的婚姻生活吓着她了 不是嘲笑 就是打骂 她反而觉得 这样一个人的日子挺好的 在无数个夜晚 她也很伤心 她其实一直想要一个孩子 她也特别喜欢孩子 她不明白为什么老天那么残忍 让她不能做一个妈妈 想着不能生孩子 和谁结婚都不会有好结果 陈玉很清楚 没有人能接受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而她也不想去当后妈 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后妈下场都很凄惨 这样的事她听说过很多很多 就这样 陈玉坦然地做着保姆这个工作 让她能够养活自己 对她来说 每天都有收入 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大的心安 此时突然听到老齐的话 陈玉完全反应不过来 她在老齐家做保姆 确实很轻松 老齐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家里也就那么点活 她也就是经常陪老齐聊聊天 老齐经常跟着她买菜 毕竟人老了 也没什么事干 她就当自己是锻炼身体了 此时老齐说要和她结婚 她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毕竟在她看来 这有什么区别呢 她反而觉得 老齐更需要一个保姆 而不是一个像她这样的老伴 老齐看陈玉没有说话 反而是一副惊吓的样子 只能又诚恳地说道 小陈 我知道我比你大很多 你可能不太愿意 但是我觉得 你这个岁数当保姆 也是一年比一年辛苦 但是我们结婚后 你就不用再为生活这么奔波了 毕竟你也知道 我每月有九千多退休金 足够我们两个好好生活了 陈玉听她这么说 确实觉得有道理 可是以后老齐比她大二十五岁 她肯定要比她走得早 那她不在了之后 她怎么办 那个时候 她岁数大了 难道再出来当保姆吗 还有人雇佣她吗 想到这儿 陈玉不由地打了一个哆嗦 急忙说 老齐 谢谢你的好意 还是算了吧 我当个保姆就好 你放心 只要你不解雇我 我会一直在你家照顾你的 陈玉也叫她老齐 这是老齐要求的 本来陈玉恭恭敬敬叫她齐 老齐觉得太别扭了 也太见外了 她才让陈玉一定要叫她老齐的 老齐看陈玉拒绝了 其实也有点诧异 在她看来 她愿意和陈玉结婚 陈玉就是家里的主人 而不再是个保姆 这应该是她求之不得才对吧 可是看陈玉的样子 她不是惊喜 反而是惊吓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老齐语重心长地说 小陈 你是有什么不放心的吗 你直接说出来 我今天提出来 就是经过仔细考虑过的 我是真心觉得 你人好想和你和美美过日子 就像你说的 你当保姆 也能好好照顾我 可是那毕竟不是一家人 心里的想法就不一样 你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而我也怕你突然离开 我们结婚就不一样了 这里就是你的家 是你能当家做主的 陈玉苦笑着说 老齐 我知道你的想法 可是你好好想想 你在的时候 这些都好说 我确实能当家做主 可是你不在了之后 你还有儿子 到时候 他还会让我住这里吗 老齐愣住了 自己的儿子 在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都没有回来 这样的心性 还能指望他什么呢 他自己都没有指望过他呀 陈玉看了他一眼说 你看 其实你也很明白 是吧 老齐 既然你是真心的 那我也说说心里话 我今年四十岁了 可是我没有家 没有孩子 我有的也只是我自己 而我也会一年老了 我需要为我自己以后多做准备 现在我在你家当住家保姆 每个月有五千元收入 这钱 我存起来 打算给自己买套小房子 等我干不动了 也有个地方可以容身老齐听他这么说 觉得陈玉真的有点可怜 这个岁数了 没有儿女 没有家 更没有钱 对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太难了 他自己有两套房子 还有七十多万存款 而且每个月 还有九千多块退休金 和陈玉比起来 那真是太幸福了 他知道了陈玉的顾虑 那该怎么办呢 留下遗嘱 等他不在之后 让陈玉有资格 一直住在这房子里 可是那是他没办法保证的 以后的事情 谁又能保证呢 老齐在这时也沉默了 现在他也明白了 他更多地从自己角度出发 还是太想当然了 在他看来 小陈不用做保姆 还有钱花 有房住 就是最好的生活 可是在陈玉看来 这些都不是他的 也许说没就没了 他躲不起 每个人总喜欢 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揣夺别人的态度 最后只能越走越远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老齐看两个人都沉默了 他也有点说不下去了 他确实有房有存款 可是真的要留给陈玉吗 他还是有点犹豫 叹了一口气 老齐苦笑着说 小陈 对不起 我看还是我太草率了 你容我再想想 陈玉笑着说 老陈 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你是好意 我还是很感激你 你放心 我还会好好照顾你的 我觉得在你家工作挺好的 老齐回自己的房间了 他坐在小桌旁 拿起一本书 默默地看起来 可是看了几页 他发现自己根本看不进去 他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才会对自己最好 是的 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虽然身体还好 可是他自己还能活几年 他也确定不了 这时候 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齐选 已经很久没和他联系了 当年儿子又借了十万外债 他很生气 对老伴说 我们不能再纵容齐选了 不然他永远成长不了 人也就废了 老伴哭着说 老齐 那怎么办 他都没有正式工作 如今 你不管他 这十万让他怎么还 他生气地看着老伴说 哼 都说慈母多 败而齐选 变成这样 都是你纵容的 结果 到现在 你还不清醒 你打算放纵到什么时候 老伴一直哭着 可是他下定了决心 打算给儿子一个教训 让他能真正成长起来 等齐选回家的时候 老齐板着脸对他说 齐选 我给你安排个工作 如果你耐好好去上班 这十万我帮你还 以后你每月给我三千 如果你还是这么胡闹 一天和那帮狐朋狗友鬼混 那这十万你自己去 还别再找我和你妈给你擦屁股 那时候 齐选已经二十七岁了 可是自从他大学毕业 没有正经干过一份工作 还经常闯祸 他们就这一个儿子 老伴对儿子各种溺爱 虽然他也经常教训 可是还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齐选高考成绩不好 没办法 只能花钱 让他上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合资大学 四年直接花了差不多三十万 远想着等他毕业后 他给他安排个编制内工作 再想办法通过考试 拿到编制 这辈子也就稳定了 就不用他们劳两口操心 可是齐选死活不同意 直接大声说 爸 我才不要像你一样 每天就是喝喝茶 看看抱得有什么意思 当时他真要被气死了 怎么这孩子这么不知好歹呢 多少人想要这样一份工作 却没有门路 可是却被他嫌弃了 不管怎么劝都不去 老齐当时快被气死了 可是齐选不去 他也没有办法 只能沉声问好 那你打算找什么工作 总不能天天在家躺平吧 这么大的人了 还想着我和你妈养着你齐选 哼 我才不要你们养呢 我们几个人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要创业 等我挣大钱了 我天天带你们吃大餐 经常去旅游 你们呢 就等着过好日子吧 老齐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想着刚毕业的孩子 都太天真了 他冷着脸说 你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我们可不敢指望你 不过你也别想着我们给你钱 不管你是要找工作 还是要创业 都别想我们给你钱 齐选当时很生气 可是老齐更生气 在他不知道的时候 老伴竟然又给了儿子十万 还根本没有告诉他 后来齐选他们几个创业 别说挣大钱了 最后不光亏得血本无归 还欠了很多外债 齐选搭了着脑袋 无精打采地说 爸 你赶紧再想办法给我十五万 不然怎么办 要债的人都要把公司拆了 老齐冷笑着说 那就让他们拆吧 反正就你们那个破公司 也不值多少钱 如果真被拆了 你们还可以反过来要赔偿 齐选大声说 爸 我还是不是你儿子 你真要逼死我吗 如果我真出了什么事 你可别后悔 老伴坐在一边哭 说 老齐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帮儿子 万一他被人打了怎么办 那些人下手可没个轻重 虽然钱重要 可儿子更重要啊 在老伴和儿子的逼迫下 他也没办法 只能想发射法 凑了十五万给了齐选 不过告诉他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那之后 儿子消停了一段时间 每天忙忙碌碌的 说是在一个公司上班 让他放心 老齐还有些欣慰 想着经过上次的事 儿子终于懂事了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儿子竟然又闯祸了 这次又是借了十万 而且根本不说 他是因为什么事才借的 老齐真的气坏了 儿子恨恨地瞪着他说 爸 你凭什么要干涉我的人生 就算我借钱了 那也不是你干涉我生活的理由 老齐死心了 说好好 我不管你 我不干涉你 那这十万你自己去还 以后也不要想着 我再给你擦屁股 这次就算老伴哭着求他 他也没有心软 不是他真的很心 而是他不想儿子真的废了 他想让儿子能承担起责任 真正成长起来 齐选很生气 他完全不理解老齐的良苦用心 然后什么都没说 直接离家出走了 老伴很伤心 天天晚上哭 让老齐也很烦 他无数次想着 是不是自己真的错的 三年后 儿子终于打了一个电话回家 原来他要结婚了 让他们俩过去参加婚礼 老齐很高兴 他觉得自己还是做对了 你看儿子不是懂事了吗 现在结婚了 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成熟懂事的 他和老伴把家里剩下的钱全部拿上了 想着去了给儿子让他首付买房子 卡里一共有五十万 这是家里所有的钱 老齐还借了一些 他和老伴都有工作 也算是个小领导 平时不怎么花钱 工资多半都存下来 现在能帮到儿子 两人真的很开心 他和老伴拿着卡到了儿子说的酒店 看里面布置很豪华 两人互看了一眼 觉得儿子真是出息了 让他们很惊喜 见面后 儿子对他们很冷淡 老齐想着 可能儿子还是有怨言 等一会儿 他再和儿子好好谈谈 儿子肯定能理解他的 可是儿子带他们去见亲家 然后对他们说 以后我就是这个家的儿子了 反正你们也不喜欢我 看不起我 现在我入赘 你们也没什么意见吧 看着儿子脸上得意的表情 老齐齐的过去就是一巴掌 他以为儿子长大了 懂事了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做 齐选三十岁了 怎么能这么任性呢 就算是要气他们 也不该拿自己赌气吧 儿子笑着说 哈哈 爸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反正你一直看不起我 现在我给别人当儿子 不也是挺好的 毕竟你不喜欢我现在的爸妈 喜欢呢 老伴直接晕过去了 迅速被送到医院 醒过来后一直哭 他也很难过 可是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没参加儿子的婚礼 直接回家了 儿子找的媳妇比他大五岁 当时都三十五岁了 可是他爸妈是做生意的 家里很有钱齐选 虽然没什么本事 可是长得好 在外嘴也甜 还是很讨人喜欢的 也许就因为这样 他媳妇才和他结婚吧 而他也不用工作就有钱花 两人算是各大所愿了 儿子结婚了 可是没有回过家 后来只不过偶尔和老伴打电话 他们知道他们有孙子孙女了 老伴经常很想儿子 虽然上班时总是笑呵呵的 可晚上经常哭 他都怕老伴精神分裂了 直到老伴退休了 儿子也没带媳妇和孩子回来过年过节 家里都是他们两个孤零零的 老齐知道老伴一直怪他 他有时候也在想 真的是他错了吗 五年前 老伴生病了 他一直守在病床边 后来实在守不动了 他请了一个护工专门照顾老伴 那时候家里的房子拆迁了 他们工作后分到的房子 如今因为城市发展 都在拆迁的范围内 最后两人的两套房子都拆了 又得到两套新房子 还有七十八万拆迁款 老齐很高兴 至少有钱给老伴看病 可是老伴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他经常呆呆地望着门口 他知道老伴在等儿子 老齐没办法 只能再给儿子打电话 其实老伴生病后 他早已给他打过电话了 当时儿子冷冷地说 哦 我正好跟着我爸妈去欧洲旅游呢 等我旅游回来再说吧 老齐真的差点被气死 这还是人吗 自己的妈妈在医院躺着 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 亲生儿子却去旅游 真是太没良心了 儿子可是老伴捧在手心长大的 如今他老了 他病了 他一手养大的儿子都不来医院看他一眼 这是对他多深的打击呀 当然 老李没有告诉老伴 只是说儿子去国外出差了 等他回来 立马来医院看他 老伴当时很开心 苍白蜡黄的脸上是幸福的笑容 可是一天又一天 儿子都没有来 老伴的心情越来越烦躁 越来越不好 医生说老伴没有多少日子了 老齐不忍心老伴遗憾 只能又给儿子打电话说齐选 医生说 你妈妈没多少日子了 你赶紧来看看她吧 她一直在等你齐选 我上次就说过了 我和你们再没任何关系 我没时间 再说 就算我有时间 我也不会来的 而且 你们要搞清楚 我偶尔和你们联系 不是因为和你们还有感情 只不过想让你们知道 离开后 我过得有多好 老齐很生气 可是为了老伴 她还是说齐选 不管怎么样 她可是你的亲生妈妈 从小她对你多好 你就算怪我也不应该怪她 赶紧来看看她吧 她真的没多少日子了 齐选直接冷酷地说 别说了 我不会来的 以后别再和我联系了 老齐没有办法 她只能自己守在老伴身边陪她说话 最后 老伴走的时候 眼镜还望着门口 可惜她等的人一直都没有来 老齐一个人给老伴办了后事 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 那时候她觉得儿子太无情了 怎么能这么对生她养她的妈妈呢 可是出门看见那些带着孙子的老人 看他们一边抱怨泪 一边又乐呵呵地嘚瑟样 她其实也很羡慕 两年前她病了 住在医院的时候 身边没有一个人 她决定找个保姆 不然自己这日子没办法过了 小陈就是那时候找来的 是一个老同事推荐的 说是前几年一直照顾一个老太太 现在老太太走了 她重新找个雇主 小陈来以后一直在医院照顾她 让她不用担心 自己睡着了都没人 帮她看着挂着的药 老齐想到这儿苦笑了一下 就算自己有两套房 还有差不多一百万的存款 可是这些真的能让她过得更好吗 她已经六十五岁了 谁也不知道 也许哪天睡着了 她再也醒不过来 那样的话 她的房子和存款还是齐选的吧 可是那个白眼狼 就说不管她也不该那么无情地 对她的妈妈吧 突然她想明白了 齐选都说再也和他们没关系了 她又何必死守着自己的这点财产 还下意识地想要留给她呢 这是自念吗 可是有谁会感动呢 老齐想明白了 她决定了 她要和小陈结婚 为了让她安心 把一套房子过户给她 让她安心 不管什么时候 她都有一套房子容身 至于其他的 她会早早留下遗嘱 如果她和小陈一直走到了最后 那房子和存款都是她的 可是人生真是好笑 十多年没有回来过的齐选竟然回来了 老齐想她怎么知道的地址 应该还是和老伴有关系吧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看见近来的齐选 老齐也有点恍惚 齐选也有少许的白发了 而她早已是个满脸秋贺的老人了 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老齐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着她 等着她说话 毕竟她真想不通 她是为什么来的 齐选转眼各处看了看 说 这就是新房子啊 真不错 老齐皱眉说 你不是说和 我们在没关系吗 现在来干什么 齐选 呵呵 虽然确实和你们没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的东西应该都是我的 老齐瞪眼看着她 从来没想过 齐选竟然变成了这样 真是太无耻了 她冷冷地说 你想都不要想 我宁可全部捐出去 也不会给你一分的齐选 你凭什么这么做呢 她虽然去世了 可她的把部分有我的份啊 再说了 你真要这么做吗 我可还是有孩子的 你不替他们多想想吗 毕竟他们也是你的孙子和孙女 老齐冷笑了 说齐轩 如果你妈妈在医院快不行的时候 你能来医院看看她 我都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你 可现在再也不可能了 齐轩 哼 你已经错了一次了 这次还要再错一次吗 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老齐 不需要了 在你妈妈去世的那天 已经没有机会了 你走吧 就像你说的 我们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我就当这辈子没有孩子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老齐是很难过的 他六十五岁了 和儿子断绝关系 这是怎样的痛 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齐轩冷笑着走了 说等他走了后再来接管他的财产 他自始至终都认为 房子和存款一定都是他的 因为他是他们的唯一继承人 真是太自以为是了呀 齐轩走后 老齐伤心难过了好久 然后他说 小陈 我们结婚吧 我还有一套房子 婚前就过户给你 你再也不用怕哪天会被人赶出去了 陈玉惊喜地说 老齐 真的吗 你说的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给我一套房子 老齐笑着点头说 嗯 真的 不过也会有个协议 至少十年内不能离婚 我这条也是给我自己一个保障 你觉得呢 陈玉郑重地说 没问题 老齐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 嫁给你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好好和你过日子 老齐 小陈 你放心 如果你一直陪我走到了最后 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我会早早做好安排的 两人商量好后 很快领证结婚了 那套房子也已经过户到陈玉名下 他租出去了 每月的租金 他自己存着 这让陈玉真的很开心 毕竟他有自己的房子了 他再也不怕自己老了却 没个容身的房子 老齐看着小陈也很舒心 为了表示重视 他给陈玉买了金手镯 金项链 金戒指 两个人还去三亚旅游 两个人都满心欢喜 每天老齐和陈玉一起锻炼 一起买菜 他做饭的时候 他还打下手 两个人平静幸福地生活 对他们两人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日子了吧 写在最后 老齐是不幸的 他有一个白眼狼儿子 在老伴去世的时候 都没有来看望 让他带着遗憾离去 而老齐也是幸运的 毕竟在他已经老了的时候 能找到一个勤快温柔的老伴陪着他 照顾他 让他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作为老人 一定要清楚 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虽然有钱有房 可是有一个 能真心对待的人更重要 虽然说 老人二婚要慎重 可是遇到合适的 也要把握机会 毕竟人老了 更需要能有个帮助照顾的人 老齐和陈玉一定会幸福的 你们觉得 而他的做法更没错 那样的儿子凭什么要给他财产 谁有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评论 很快 我收到卢焕发的视频 视频里 邓古云被打得满脸是血 眼睛都肿了 跪在地上不断哭嚎 依稀能听清他 是在说鱼薇薇 对不起 呵呵 卢焕 给我语音短信 这下你满意了 我没回 另外一边调查的线人发给我新资料 难怪邓古云会这么容易答应被卢焕揍一顿 原来是他有一笔欠债 已经火烧眉毛 卢焕从他父母那里要了钱给他填窟窿 邓古云才点头的 这算什么 还有其他的窟窿 等着卢焕去填呢 只不过别想用我的钱 收网的时候到了 前一天晚上我带了一瓶红酒回来 我倒了两杯酒 还买了一些菜 卢焕回来看见满桌丰盛 眼底放光 他以为我已经心软了 我只喝酒不说话 越喝反而越清醒 卢焕一直盯着我 嘴里在说从前我们发声的点点滴滴 试图这样唤起我对他的爱 最后我问他 既然是夫妻 你给我一句老实话 咱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到现在这些年 你有没有真的起过外心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机会了 只要卢焕承认 只要他坦白 我就不逼债 和平离婚后各自分道扬镳 我看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说 作为夫妻 你有没有对我做过除了出轨之外 其他的背叛行为 比如要了我和孩子的命 只为了我的婚前财产 卢焕眼神抖了一下 坚定地说没有 我一饮而尽 心底冷笑道 哦 我告诉卢焕 想要回到过去 就得将我之前给他的东西都还回来 否则就直接离婚 我态度坚决 连起诉书都写好了 把起诉书摊在他面前 我满意地打量着卢焕的表情 直接离婚 卢焕什么都得不到 除了之前我给的几百万之外 他将两手空空 最惨的是他外面欠的债早就不止这个数 一边是起诉书 一边是转让交易合同 我没给卢焕太多时间 直接让我的代理人跟卢焕催债 两边压力之下 他没多久就扛不住了 他选择放长线钓大鱼 先把之前我给的东西还给我 再证明真心挽回我 最后让我替他还这些钱 不得不说 想得挺美的 卢焕带着房产证过来了 他说 我是对你一片真心 现在就把东西还给你 我说好 双方签字办了更名手续 卢焕爸妈名下的房子就回到我手里 现今我拿不回来 至少还有这些 办完这些 我当天就在卢焕的世界里消失了 就像他当初装死消失一样 我躲在某个酒店的房间里 静静享受着难得的清净时光 向阳来找我了 告诉我 卢焕为了找我都快疯了 我笑了道 能不疯吗 他一屁股债等着我给他还 向阳说 你变了很多 我说 人都是会变的 遇到这种事 你也一样 向阳深情地看着我 我又不是傻瓜 都是饮食男女 谁看不出来 他对我有意思 只是我不想再踏入感情了 我也很难再去相信任何男人 我没回应他的眼神 大约半个月后 我再次出现在卢焕的面前 短短两周 他已经变得跟街边的乞丐 没什么两样 房子没了 一家子流落街头 工作没了 没收入 只能饿肚子追债地在身后 逼着他每一天都度日如年 邓古云到底有父母撑着 我把他和卢焕暗中勾搭的证据放在网上 很快就炸锅了 据说邓古云当众被他那个当领导的爸爸狠狠抽了一顿 然后把他押回家关禁地 外面的债让他们这个殷实的家卖掉了一套房子才算清掉 邓家会帮女儿擦屁股 但不会为卢焕收拾烂摊子 我给卢焕发短信 让他来历经酒店的楼顶 卢焕来的时候脏兮兮的 看不出是从前那个白净四文的男人 他又恨又怕地看着我说 余薇薇 我说 签字离婚 你的那些债我替你解决 我带来了离婚协议 对了 还有两个保镖 我胆子小 不敢跟卢焕单独相处 卢焕喊道 你骗我 你把我骗得好苦 他喘着气 一副受了莫大委屈的模样 我冷冷地看着他说道 这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你也骗我了 假死是不是特别好玩 没看到我为你殉情 没解决掉我的宝贝女儿 你一定很后悔吧 我成功地看到卢焕脸上震惊的表情 他说你 我说我没失忆 但我也不能仅凭着你和小三的对话 就将你绳之以法 这就是我最难办的地方 目前看来 卢焕最大的错误就是出轨 所谓骗我殉情 自杀 以及让我女儿意外身亡 她都还没来得及得手 我笑了笑 说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你的债主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要么跟我签字离婚 我免了你那些债务 要么你就等着我起诉离婚 反正我有时间耗得起 你就未必了 卢焕恨不得吞了我 我却看着他的眼睛 内心痛快不已 他说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说你可以不信 反正选择权在你手里 最后 卢焕还是签字了 他本来就是这种人 窝囊又心狠 短视又绝情 我当初为什么那么瞎 天天看上了他 拿着离婚协议 在保镖的保护下 我带着卢焕去领了离婚证 他欠我的债务全免吗 做梦 当然 我也是讲信用的人 说免还是给他免了不少 但是该付的还是要付的 他爸妈怕自己唯一的儿子欠债坐牢 连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还把这些年存的积蓄都拿了出来 现在他们一家三口 真是口袋比脸都干净 仔细查了查欠债明细 我发现 卢焕最后还欠我八万块 好 毕竟一日福七百日恩 我就发一回善心 拿着离婚证 我离开了 卢焕在背后喊我道 于薇薇 我可以见一见女儿吗 女儿她不配见 我连头都没回 转身离开 后来我也断断续续听到卢焕的消息 贾 你 带 我